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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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给你回走过的风景 I love it 所有你听过的声音 I love it 忘了谁的钟 去寻找我每夜空 趁着淡蓝色的风 我们驾驭之轻松 寻找大雨的行踪 你给爱的失去恐惧 太奇妙 穿过场地淡雨去我被拯救 跑过下一秒 陪你起飞了一枪过的证据 忘了谁的钟 去寻找我每夜空 趁着淡蓝色的风 我们驾驭之轻松 寻找大雨的行踪 你给爱的失去恐惧 全没追过的话题 话题 都别期待 不离明天刮风 小雨 都有我在 回忆都再次归零才明白 Baby I still by your side ark 我一直在这一半 走着 赵总 这是你最喜欢吃的甜点 我和秋秋排队给你买到了 吃饱了 更加累积干活 对 女神赵勇 加油 谢谢你们 赵总的专属啊 有没有我的 你的 这包附送的小饼干给你吧 谢谢了 快去干活吧 收到 遵命 赵总 给你靠电 这样坐着呢 会更舒服一点 赵总 我们每人一个 团队同款 赵总 来你 好了好了 大家快工作吧 好嘞 赵总 你看一下 这是我们爱情报道 下一次活动的预算 你可以直接跟宋总说的 宋总虽然是回来了 但是你也还是我们的直属上司 我做了两份 先给你汇报过了 我才安心 好 知道了 加油 赵总 接下来我们做什么 静静离婚的事 引发了危机 那我们先从这儿 开始调查吧 你觉得会是谁 其实我有一个怀疑的对象 川豪 我也这么觉得 他们俩虽然已经离婚了 但对外依旧是夫妻关系 他会不会因为温森的事 觉得丢了面子 希望报复前进进 那我们就从账号开始调查吧 网络情感博主 前天经被报离婚 网络情感大V 大叔 最富有处的恋爱女王 怎么了 这个事件被我叫出来了 我们公司出事了 你知道吧 代言人的丑闻 影响了应用程式的口碑了 而且这次金董召回了之前的总经理宋许 来处理这次的项目危机 总感觉又重要把赵总架空的意思 这个人我倒是听说过 但这属于你们公司内部的人事调动 我不太清楚 你今天比较奇怪 他不是你的情敌吗 你怎么还因为他的事专门来找我 我虽然情场上是不服他 但是在职场上 我还是很佩服他的能力的 我可能就是 单纯看不惯别人被欺负 这可能就是某种 狭义精神吧 你知道吗 大叔 其实每个女生呢 都有一个紫霞梦 希望有一天在自己落难的时候 那时候会有一个英雄 踩着七彩祥云来见他 大叔 这次对你来说绝对是绝佳的好机会 你可得把握住啊 其实我和江月啊 认真地坐下谈过的 我们的关系 应该就会保持不变 不会再有任何进展 但是作为他的朋友 我还是会想办法帮他 怎么能只作为朋友呢 你 你知道我们追爱的精神是什么吗 就是持之以恒的耐心啊 你这么亲密放弃怎么可以呢 翻译人家赵总 用的就是推拉战术呢 你看这个APP的 爱情三十六起锦囊上面就说了 有时候呢 拒绝的潜台词 就是以退为进 它代表着一种欲拒还淫的态度 在爱情里面你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呢 我们接着来学习一下 对一个男人来说 对他最大的一个合理 就是生命如不可吃 如果一个女人让男人一眼看脱 那不就很倒胃口吗 那赵总妈可能就是 觉得对于男人来说 是这儿啊 怎么牌子都换了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 之前在这里的公司是搬家了吗 是这样的 上一家公司呢 因为资金问题清算了 我们公司呢收购了它 还有这里的办公场地 公司还保留了一部分 它的业务线和人员班底 你们到时候可以详谈 不用了 不用了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啊 那不客气 正好是因为自己破产 也想拖拖津津津下水啊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现在我们找不到他本人 还有一个人可以查 他出轨的那个女的 就这个 二十分钟以后他要直播 走 开始了 你好 各位宝宝们 感谢大家非常准时来到我的直播间 今天有一个新朋友 欢迎行载记录上 谢谢你送的玫瑰 我送出的那么多的大礼 谢谢行载记录上我送出的那么多的大礼 爱你哦 报告 发现仙女美 谢谢 谢谢 今天呢依然是为大家送歌送祝福 那如果大家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的话 想听什么 留言让我看到 随便 快点唱 仙女 可以听你唱咖喱咖喱吗 好 没问题 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就唱咖喱咖喱 然后献给我们的 林仔继鼓哨作为欢迎礼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泰国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咖喱 酒股茶 印度尼西亚 快撕心一下 看来平时没找啥礼物啊 我有钱干这个 那你怎么熟练 行 咱不刷了 行吗 一张清白 刷 使劲刷 省够了 省够了 这样 给我拍这张照片 光发礼物怎么能引起她注意 都有照片 看来 好 你是对吧 说得也是 把手表给我拍进去 好 对 帅 腿 腿 腿 把腿伸出来 这么长呢 哇 好 帅 帅 帅 来 咱们来个静静 来 静静吧 好好 太好了 不认证 不认证 多好啊 快发给她 行吧 这样 我们继续刷礼物 我约她先再见面 怎么刷呀 我不会 一分子 你看 刷什么 点这个地方 优着点啊 挺贵的 符合也优着点的 来 刷了啊 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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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 没有 你必须要多刷 她才能上钩嘛 引起她的注意 你 少 少刷点 不会的 不是 你刷这么多 怎么这么舍不得呢 行载鸡骨哨 孟希希 是啊 怎么了 坐 我是林科科技的总经理 赵江月 怎么是你来找我谈合作啊 跟我聊天那个帅哥呢 哈喽 和你聊天的帅哥在这儿 咖啡 你好 你本人比照片还要帅 你比屏幕里面更美 火箭 是这样的 我们想找张浩先生聊一些合作上的事情 但是我们联系不到他 听说你跟他走得比较近 我不认识他 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这个照片上的女生是你吗 不是 但是他腿上的胎脊和你一模一样 所以你们到底想干嘛 来要债的是吧 我和张浩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照片是他顾我拍的 还有那个出轨门 都是他自己找八卦公司炒作的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这一切都是假的 是张浩自导自演的戏码 他为了不让他老婆和他一起背债 就特意雇了我 拍的那种暧昧不清的照片 还做了个假新闻 所以 我跟张浩真的不熟 如果你们想要钱的话 来找别人吧 本来呀 和这种欠债的人扯在一起 就够晦气的 我们都错怪账号了 我们都错怪账号了 还愣着干嘛 赶紧给钱庭你打电话 把真相告诉他 哦 对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中 关机 给账号打 他应该能找到 我给你打电话 喂 钱晶晶失踪了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什么时候的事 正好你脑子有问题吧 自导自演一出戏 你想赶动中国啊 破产有什么了不起的 钱晶晶会以你破产 离开你啊 她是那种人吗 不是 你听我说我破产了以后 有很多债务问题 我不能连累晶晶的 你少在我面前 装什么有责任感 你这是对他没信心 对你们的感情没信心 你假装出轨离婚 比破产欠债给他的伤害还大 我现在懒得骂你 我不管啊 你必须给我找到晶晶 如果他出什么事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 不是 你得告诉我 什么时候 霸气 我把他买了下来 写了你的名字 我把他买了下来 你自己是在功成名就以后 才认识的 我想从此刻开始的 每一年 每一月 每一天 都跟你在一起 你也 hassle我 闯晶 八公集 你还做不理 如何说 出轨了 你都不被责其 初来的 text 回数 求我是 你的 好 师父 稍微快点 稍微快点 好的 你在这儿 她好了 我给姜月她们打个电话 不用了 我已经告诉她了 我们离婚之后 你一直都住在这里吗 我曾经丢掉的东西 都被你拿到这里来了 就是觉得那些东西 有挺多回忆的 不太值得扔 我这儿一直都在打扫 你这两天就搬过来了 正好可以远离一些是非 网上的舆论你也不要去看 过两天我找人帮你家认搜 你先休息吧 等一下 我已经都知道了 我全都知道了 我知道 你跟我离婚 不是因为你不在乎 而是因为你不想让公司的事情连累到我 我知道你想保护我 但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对我来说 陪你一起共甘苦才是我更想要的呢 对不起 静静 没有 因为这件事情让我知道你不是真的不爱我了 你已经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了 已经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了 都怪我自以为是 我以为这样能保护你 反而就伤害了你 是我自己太笨了 我还叫别人恋爱 却差点弄丢了 那个最爱我的 其实 我根本就不是什么 大家眼中的完美女神 对不起 你看看这个 是不是我 高中时候的照片 你怎么会 因为自在家里收拾书架 从你的日记里调出来的 我当时觉得这个小胖丫头太可爱了 就保存了下来 静静 我们都不完美 我以前也是一个一天只能吃菜 咱泡面的穷小子 但我们又一样 都可以为了想要的东西去坚持奋斗 所以你无论哪一面 在我心里都是最美最可爱的 所以今天 给我个机会再跟你表白一次好吗 让我重新站在你的身后 我保护你 可以吗 好 那以后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不会离开你了 你还不敢牵手 冲动过勇敢不受伤过 无论做什么也都没有用 是我爱错了 热情被消磨 但最后又能责怪 什么呢 什么呢 犹豫我就结果尝试我 不管发生什么也不放手 是我错过了 时间被蹉跎 为什么爱你还不敢坚守 冲动过勇敢过受伤过 不论做什么也都没有用 是我爱错了 热情被消磨 但最后又能责怪什么呢 也许我应该学着接受 相爱也不一定走到尽头 是我们错了 爱情却没错 到最后发现我们 还爱着 总算是没事了 晶莹姐是没事了 公司是还没完呢 那个宋雪只怕会集体发挥 见到猜招吧 我的胃更多委屈你了 姐带你去吃好吃的 嗯 走 还活着吗 接点儿 你就请我吃这个 不爱吃给我 谁说我不爱吃 真调 饿几天了 几天 先见完那个网红有个想法 我也是 和我们想一块了吧 你先说 正好我今天是假出轨真户漆 嗯 那如果能做好公关打点 会扭转钱丁丁的口碑和路人员的 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应用程序 我也这么觉得 我们再接这次热度再吵一次 让我们应用程序的传播度 再上一次 两真七面 这样一来 这件事 只有很大的综合余地 这信用灵犀吗 干吗一个不够啊 几个掌 给我 我饿了 我饿了 咱们你以后 我还带走 你以后 我如此不得我 你也没接 有点担心 所以过来看看 不好意思 我今天太忙了 没听到 走吧 上楼坐一会儿啊 好 你先回去吧 徐总 进 多谢了 我 徐总 喝水 其实今天过来 是想要跟你谈工作的 许宁远这个老狐狸 总结着工作的名利辽媚 我听说你们公司 出了点状况 你受到人家排挤 是吗 用你买好胖吗 我方案都想好了 钱丁丁的事呢 好解决 无论是用钱也好 公管也好 很快就能解决掉 重要的是这个宋学 以你的性格 你能忍多久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你怎么办呢 我呢 本来是想 劝你放弃现在这个公司的烂摊子 我想让你到我的公司去 给你高的薪资 给你好的职位 但是在来的路上 我放弃了这个想法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我能给你的 可能并不是你想要的 不然 你也不会拒绝 拒绝什么 不是 什么意思 可能 这就是我们不能在一起的原因吧 我们总有些想法不太一样 不过 我还是要感谢你 作为朋友 作为师父 其实有一点我挺好奇的 我看 顾佳心 真的能给你你想要的吗 其实 是他让我 我那信息没听到 看来某些人着急了 那我就先走了 怎么没声音了 什么呢 聊完了 你没事吧 没事 那我先走了 有什么事 打给我 好 那走 许总 那个 小心路滑 不是 那你聊什么了 干你什么事 你怎么不请我进去喝杯热茶 我也有事找你 聊什么事啊 工作 聊工作 行吧 刚好把后面方案赶出来 干吗 人家来你家都有热茶喝 我都只赔工作啊 你这老黄酒也不是这么用的 赶紧的 搬个椅子过来 是 我自己想要不利 顾佳新 真的能给你一想要的吗 其实是她让我明白 我究竟想要什么 蒋远 那天和我一起参加婚礼的女孩 不是我女孩 这个世界上 好像没有谁更适合我们彼此了 我们在一起了 你还喜欢我吗 江云 祝你幸福 如果一和二不要 是不是好点 给你围组过的风景 I love it 所有你听过的声音 I love it 忘了谁的宠 去寻找我每一空 紧着淡淡色的风 我们驾驭之轻松 寻找待遇的行踪 你给爱的失去恐惧 你太奇妙 穿过桥林单语 去不被拯救 包括下一秒 陪你去拜论 这不就证据 忘了谁的宠 去寻找我每一空 紧着淡淡色的风 I love it 我们驾驭之轻松 寻找待遇的行踪 你给爱的失去恐惧 全没绝过的话题 话题 都别期待 我们去走 太棒了 来 好的高撐 期待明天的安身长 我现在就跟进进水 喂 兴远 喂 喂 睡了吗 我现在和张浩在一起呢 你放心吧 我都没事了 我们都已经说好了 以后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共同面对 绝对不能隐瞒 那太好了 江玉 对不起啊 你一直厉听我做这个代言人 如今却弄成这样 是我连累了你 我因为虚荣 一直在出卖感情做人设 来讨别人的欢心 却把自己的感情 弄得一塌糊涂的 别这么想啊 今天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想解决办法不就行了吗 我考虑了一下 现在的我 确实已经不配在做 爱情设计的代言人了 我要给你惹出这么多的麻烦 所以 我愿意赔付违约前 提前终止代言人的合同 我不想再拿感情炒作 给自己离人舍了 好 既然 你做出决定了呢 那我尊重你 谢谢你啊 江玥 早点休息吧 拜拜 拜拜 怎么了 我们这方案可能要作废了 今天说 他不想在那儿感情炒作了 想终止代言人的合约 我答应他 你为了保护前进进方计方案 但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前进进知道这个方案 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话 他没准会接受的 我知道 如果我提了 他肯定不会拒绝的 但我不想让他受委屈 成就我的工作 好 那怎么办 我的怀抱再接你五分钟没 赶到了吧 我才没那么脆了 你赶紧回去睡觉吧 好 辛苦了 没事 你早点休息 晚安 晚安 我已经请公关部和法务部 拟好了官方声明 会在同一时间发布在网络平台上 同时也会联系多家自媒体 写相关的文案 撇清我们与前任代言人前晶晶的 关系 这是我物色好的新代言人候选人 大家参考一下 具体的细节等我们确认好了方案 再进一步商讨 江月 你有什么意见 有没有其他方案 我同意宋总的意见 我没有什么份 什么情况 我认为你 没什么心理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有什么意见 你对你 我认为你 你俩认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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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认为你俩认为你 我就是觉着吧 靠着男女关系得到位置 老靠 我这一回公司 就听说赵总和集团太子爷的绯闻 吵得沸沸扬扬了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呢 真是令我刮目相看了 宋总 今天我当着大战的面 有些话我必须说清楚 赵总能坐上总经理的位置 都是凭他的能力换来的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靠和我谈恋爱上位 那我做梦都要消除生来 我承认 我确实喜欢赵江月 但这份感情是我单方面的 他从未给过回应 我绝不允许有人当着我的面 抹黑他 诛伤他 这份感情是强烈的 皮肤涛熟 太可信了 我给你做赵总统 靳董 您找我 进来 坐吧 我知道最近公司发生很多事 你对我调遣松雪恢来的事 有点想法 而且钱静静的事 你也不是有意为之 但是 但是后果已经发生了 我愿意承担责任 我知道你会尽最大的努力 挽回公司的顺势 你的能力 你的勤奋 我是看在眼里的 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昨天嘉欣 当着大家的面向你表白 是吗 我并不是反对办公室恋情 但毕竟嘉欣是我儿子 你们不要让我太为难 我明白您的意思 所以 不用您说 我自己离开 你要辞职 是 您把嘉欣安排在我身边工作 我本来以为我会教他的 但没想到 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 从我入职那一天起 我做的每一个决定 都是以工作为重 基本上 没有为自己考虑过事情 但现在 我想停一停 为自己想一想 你真的想跟嘉欣在一起 你从来没考虑过 他可能只是一时充风吗 我不想欺骗您 我承认我喜欢嘉欣 我也知道 我跟他在一起 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 但我没有想过 我们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 至少我不想做 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了 所以 我想给自己一点时间 好好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对我 余思 作为母亲 我并不看好你们的感情 玉公 你是我们林科科技 从成立到现在 最优秀的员工 我看得出来 公司最近对你消耗太多了 这样子吧 我批准你无限期休假 好好调整调整 以后的事再说 金董 就这样决定吧 我批准你 我批准你 继续 除了 有意思 没什么事 你也没有继续 跟你继续 什么乐趣 我批准你 你得批准你 我批准你 你批准你 我批准你 你来了 你看 我把仙人掌给你带回来了 我还给他换了个新花盆 摆在你的新办公桌上 好不好看 好看 不过他要搬家了 你要去哪儿 我辞职了 什么 你辞职了 从今天起 你不用再叫我谈恋爱了 也不用陪我工作了 你自己好好的 赵张远 你是不是因为我公开表白 惹你生气了 你就因为这个 你连公司都不呆了 你是不是就想离我远远的 你不会要哭了吧 你要真走我真口给你看 嗯 那你给我哭一个 你 周震玉 远去坏了 我逗你呢 你妈没同意我辞职 从今天起 我无限期休假了 刚好 我入职以来 还没给自己放过假呢 也放松一下 我走了以后 就没有人监视你了 你要好好干活哦 打工人 小姨妈你真的要走啊 赵总你别走了 我们都支持你 赵总你再考虑考虑 你走了我们主辛苦就没了 是啊 这段时间辛苦大家了 也谢谢你们 通过我们的努力 取得很好的成绩 你们别放弃啊 我相信这个项目还是很有前途的 年底一定拿个大红包 赵总你真不能走 这事不能让你一个人背锅啊 是啊 就算我们拿了大红包 我们也不开心啊 我们找谁亲公主啊 刚好我也可以给自己放个假 我也挺高兴的 好 做这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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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远 张远 等着我 你这是干吗 我陪你休假 作为一名合格助理 老板都离开公司了 把他这干吗 谁批准你休假了 你别管谁批准的 反正小姨以为我就是休假了 不用上班 太爽了 对你没错的风景 你小点声 我哭 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我和姐夫闹了些小别扭 不过现在已经已过天晴了 忍不住小小感慨几趣 所有人问我 为什么有的情侣在平淡的日子容易争吵 可一旦遇到了困难 反而可以凝成一股熟 关系比以往还要紧密 其实这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这个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你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感情啊 因为世仇遇到了极大的阻碍 但是困难 不但没有让他们分手 反而让他们爱得更坚定 直到殉情 没错 这个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 在现实生活中 出现干扰恋爱关系的外在力量 两个人的关系 反而会变得更加的牢固 《爱语欧与朱丽叶》里面 有更为详细的解说 如果你的感情出现了阻碍 这将是你的感情升华的好机会 记住要好好把握哦 有什么不懂 就多看看《爱语欧与朱丽叶》 让它为你指点迷津 《爱语欧与朱丽叶》 不对啊 今天不用上班啊 休假第一天 睡会龙觉 休假快乐 早安 休假快乐 你来干什么啊 我这不是 怕你看不到我 不习惯吗 咱们恋爱教学啊 今天先暂停一下 顾老师今天 是来教你怎么放松的 放松就不用你教了吧 那谁闹铃影响就睡不着了 有大把时间却不知道该干什么 反而更焦虑 我不焦虑 你不焦虑 你 我跟你说啊 休假就应该想做什么做什么 漫无目的地享受生活 鼻鼓啊 看清水 晒晒太阳多好 是不是 不能让自己闲着你是不是 我没睡得饱呢 你让我一个人亲你亲姐行不行啊 我可以亲姐 我也可以陪你疯狂 不用你陪我疯狂 我自己就挺疯狂的 你疯狂的 那你快点回去补觉吧 挺早的 大早上七点 我睡挺好的 你睡挺好的 行了行了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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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油 好好加油 好 加油 还有两次加油 加油 非常好嘞 歇会儿 来 我们再来一组 来 加油 好 来 起 徒步 远离城市的喧嚣 融入自然 让精神获得真正的放松 远离城市的喧嚣 融入大自然的怀抱 让精神彻底的放松 怎么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我的天哪 闲女 很开心在这里与你喜好 请问 我可以要你的电话号码吗 好 正念冥想 给大脑放个架 让自己从繁杂俗物中解放出来 通向内心的平和和聪明 感受自己的身体 和周围环境的关系 感觉自己很亲眼 像一片羽毛漂浮在空中 好 现在请大家慢慢起身 好 请盘腿而坐 请大家跟随我的节奏 闭上双眼 呼吸吐纳 慢慢地进入冥想的状态 感受自己的内心 轻轻地问自己 我是谁 我是赵江月 我在哪儿 我和一群奇怪的人 坐在一个奇怪的客套 我在做什么 我闭上眼睛感知内心 就听见时间流走的声音 太无聊了 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躯干上 好 好 那很明显啊 昨天呢是一个放量下跌 今天是一个缩量反弹 这就说明 我们今天我们不知反弹到了 级位上就是 不挺大一线的不安分位的位置 在这里 那就上不去了 这说明这个位置 好 同学 你先醒了 你先醒了 坐下来吧 我们到下一个阶段了 但是翻红之后呢 就没有 我们现在就是闭上双眼 跟刚刚一样呼吸 提升注意力 对 把注意力集中下来 每年呢 几乎都有一到两次的 狗狗抱怅舞 他们两个 三十的一个回程幅度 每年都有一到两次啊 你去往前数 好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 是以什么目的来到了这间课堂 是否真的想尽心进入明晓世界 可至少不要打扰到其他同学 不好意思啊 我的课堂以后不欢迎你们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不放心你 你明想还听财经棒 你想把自己累死是不是 还是我给你安排吧 我修个充实价怎么了 我也没要求你跟我一起参加 能不能让我静一静啊 别跟着我 离我一比远 慢点儿 慢点儿 把鞋脱了 不好意思男士不能进入 好 小心点儿 慢点儿 小心点儿 慢点儿 把鞋脱了 你怎么才来啊 不好意思 没事儿 你是宝爸爸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边男士是不能入内的 我看一眼 不用担心 孕妇做一家是非常好的 你到那边休息区等候一下吧 好吧 哎 哎 九九 路上 你现在怎么没来上班呀 宋总在问呢 我是赵江月的助理 他休假我当然休假 大哥 这风口啊 接着 你还休班 那我给你算计价啊 行 接下来 九九 赵总 他最后呢 我当天想了他吧 你们放心 有我在 必须保证他每一天都开心 啊 出去啊 大家放轻松 来跟我一起坐 左 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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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伸展一下 好 收回来 好 现在我们开始下一个动作 把腰部贴近瑜伽球 好 慢慢地啊 轻轻地晃动瑜伽球 小心 小心啊 感受一下瑜伽球的拉伸 按摩 来 跟着一起坐 来 小心 还有最后十秒 坚持一下 这位宝妈 你什么情况啊 这位宝妈 你什么情况啊 出idad и了 我 出idad 安葳 你怎么来了 干嘛啦 江云啊 我听你妈说 你最近工作上 出了些问题 我休假了 休假了 嗯 爸 你来了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可真有意思啊 自己的爸爸来看闺女 还得一天给你报备 那倒不是 大白天的 怎么还拉着窗帘啊 你阳光越来刺眼 爸 你换鞋 慢点换啊 黑乎乎的 什么情况你啊 又没收拾屋子 没有 看这屋里乱了 爸爸帮你把窗帘拉开 不 不 不用 爸 爸 那个 那个光线太刺眼 大英天你拉什么 帮帘啊 爸爸 爸爸 那个 最近就是我眼神不太好 这阳光越来刺眼 爸 你坐啊 别管了 我给你倒杯水 这生活的细节啊 约定你的高度 爸 偷吃点 最近你们公司 是不是出事了 还是因你而起 你听谁说的 我就想知道结果 是还不是吧 是 美其零约 休假 其实呢 就是被劝退了 对不对 不是 总而就是最近太累了 想休息几天 江月啊 你小的时候 爸爸是怎么教你的 保持优秀 满分是多少分啊 一百五 你丢的那两分 是怎么回事 粗心算错了 给 以后 拿一百五十分回家 爸爸一直是以你为傲的 可是现在呢 你自己想想 你做得怎么样 自己打开看看吧 后面你带了个小礼物 爸 你就不能送点别的 新装的东西吗 这人生 就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在于攀爬的过程 而这座巨大的金字塔 越往上越简单 爸爸是多么希望 你能够早早地站在这个 金字塔的塔顶上 但是 前提是你要付出 艰辛和努力 明白吗 明白 喂 什么东西啊 没有 你听错了 没有 正这儿呢 我听见有东西啊 没有 好好好 你是背着我 养什么小宠物了 对对对 养了这小猫 还特别小 你 你看看你啊 还特别小 他害怕人 你是越大越不听爸爸的话 爸爸爸爸 我听见在这边呢 别吓他了 我说过多少回了 养宠物 那就是不务正业啊 玩物丧之主 这还有这次啊 牛回来了啊 三小时微商打托完了 一共是 二百四十块钱 我再给你驾驶快里收吗 谢谢 别再跟我演戏了 不复好 别来这套啊 姜月啊 金屋藏娇啊 我的宝贝女儿啊 长本事了 我说呢 你最近还不复好 最近单位里边 怎么连连地出问题的 我告诉你 我现在可是知道 我找着 问题的根源了 爸 就 就是打扫卫生吧 对 你别生气 什么 听我说啊 男朋友 还是丑点的好 漂亮的皮囊 只会分散你 上进行的注意力 以至于你 沉迷那些 无谓的东西 你年纪不小了 自己好好想想 你怎么扔了 看着就烦你 你怎么扔了 不过叔叔 确实不太会安慰人啊 他就那样 嘴上说着 我是他的骄傲 他今天就是来给我压力的 他就是怕我给他丢人了 我以为就我妈是魔鬼呢 谈上这么个爹 辛苦你了 习惯了 每一次 你都要尽最大的努力 你才能够有机会 站到这个塔顶上 我一直记着我爸说的话 要努力让自己更优秀 我爸才会肯定我 直到那天 我看这个就挺好 我怕我妈伤心 就一直瞒着她 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我妈早就知道了 那叔叔和阿姨现在还在一起吗 错和过呗 他们对你影响很大吧 我小的时候 没有巴比娃娃 我从小到大 听我爸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这个世界是掌握在男人手里的 如果你想成功 就一定要比男人更优秀 所以我从小到大 我就不断地努力 让自己更优秀 其实你为了成为最优秀的赵将岳 你只有全速前进 坚强独立 久而久之 你忘记了如何依赖别人 也不愿意让任何人走进你的心 你不会爱 也不敢爱 对不对 来 你现在需要的是一个 加星牌的爱的包包 来 来 你别跟我来这套啊 怎么了 狠心的女人 对了 你来我家干吗呀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什么惊喜 来跟我来 来 等一下 闭眼 干吗 闭眼 闭住啊 走 跟我来啊 闭着呢 走 左转 距离我们的目标还要十米 不是 五个米 好 停 不许睁开啊 没睁 你不许睁 没有 严 来 我知道 最近 你经历了态度的不顺心 我也知道工作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此时此刻 你需要一次发泄的机会 到底什么呀 你自己看吧 好 漂亮 这什么啊 弄了这么久的悬念 就这个 这个叫做皮娜塔 我之前在国外上学的时候 在朋友的派对上面见过 她寓意着幸福和美好 赶紧给我拆了 给个面子嘛 用棍子去打这个小马 来 抓紧 用棍子 打她的肚子 把你所有的坏情绪都发泄出来 试试 来了啊 再来 好 她 好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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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他一下 说出心里的话 却又害怕会吓到他 而我忠于他 忠于他 很像自己穿着婚纱 结果他的碰滑 这感觉就叫幸福吧 人间感觉 他的眼睛似乎会说话 在我面前 只要轻轻的插拔一下 能引起我心跳变化 可我却不敢告诉他 别诧异我 是胡编乱早说这笑话 别怀疑我 是繁华只好紧张分叉 我好像已经看上他 这感觉不可思议啊 哇 唐狗药捡起来 再放到嘴巴里 这叫做收集好运气 好 收 一个 两个 全部 抱起来 现在所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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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运气 都是你的来 感觉怎么样 还蛮爽的 你早就该发现一下 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你今天一直跟着我 是怕我想不开啊 当然 不是 我这是职业病 职业病 我时刻都控制不住自己 想要为老板效力的心 你 卓正业 在我心里的金字塔 你早就住在大街上了 为了你 就勇敢一次吧 很好 崔 부드� 来 馋着 怎么了 没胃口啊 小姨妈最后还是被宋雪给挤走了 我好不甘心啊 你小姨妈那么有能力 肯定有解决办法的 再说了 佳馨不是还陪着呢吗 佳馨对小姨妈倒是忠心耿耿的 不但跟她表白 而且还陪她一起停职 为了我一锅狗粮 小姨妈不在了 我也不想去公司了 那你想去哪儿了 我去你公司应聘好不好 秦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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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突然发呆 其实 我老板今天找我谈话了 这次深圳分公司啊 想从总部抽调人才 我就直接推荐了你 那边虽然说规模不大 但是职位啊 相当于在这里连跳三级 这也是让公司很多人 野红的晋升机会 这样 你回去考虑一下 终于给我回复就行 那你 要去深圳啊 我在犹豫 我就怕我走之后 你怎么办 你 希望我去吗 是好事 不哭 不哭 你哭什么呀 不哭了 好了 好了 我不去 就不去 不去 不去 不去啊 不去了 不去了 不哭 不哭 可是我想让你好 小虎 没事 以后有的是机会 这么好的机会 我不想让你以为我错过 没事的 我想明白了 你去吧 没事 不以后再碰我 你不要再说 我这时候放回了 不不不不 不哭 没事 那你告诉我 你深圳地址在哪儿 我要把它标在地图上 深圳的地址 陪我送回来 你 你别哭啊 不 陪我以后才知不得 你给我放个饭子 不是 它很方便呢 飞机很快啊 我不要 我 我一没事我就回来陪你 好吗 大叔 你怎么来了 你是 来找赵总的吧 他不在 他去休假了 我知道 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 嗯 什么事啊 来跟你告个别 过一段时间我要走了 海外分公司又拓展了新业务 希望我回去 那 那赵总怎么办 你真的打算放弃他吗 我和他坐下认真聊过了 我和他在一起 做朋友 比较好吧 我会祝他幸福 不好不好 我们的专爱联盟 怎么办 该不会要原地解散吧 那就散了呗 有的时候 放手也是对爱的一种选择 那好吧 大叔 你不要这么潇洒 你这样会帅到我的 既然你要走了 那我们就拥抱一下 当作告别 大叔 我会想你的 大叔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可不可以先起来 好 好 我先起来 你没受伤吧 我没事 你有没有伤着 可能是伤着药了 大叔 我不是故意的 我现在就扶你起来 我送你去医院 谢谢 弟弟 慢点 慢点 你能开车吗 我行 大叔 大叔 你别急 我很快就送你到医院 你慢点儿 慢点儿 医生 这是怎么了 我今天不小心摔到大叔身上 好像把他腰给压断了 你快点帮他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好 别着急我来看一下啊 这儿是吗 很疼的 很轻点 可能是轻微扭伤吧 不要紧 你先陪男朋友拍个片子吧 嗯 好 按点儿去 可以吗 干什么 行 行 慢点儿 小心 这是我昨天熬夜做的 我们齐恒了我爸的周边 你看 我看看 还有这个 我以后 只做你一个人的小秘密 我要把你的照片填满准屋屋的 这样我一睁眼就可以看到你了 这样我一睁眼就可以看到你了 我以后只做你一个人的小秘密 你真是 傻多喜 我哪儿值得你对我这么好啊 我连在大城市一套房子的首付都没我 你不要说了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最好的 最最好的 我其实这次去深圳 就是想拼一拼 想拼一份咱俩的陪拉 你好好工作 我会等你的 之前到了 我们走吧 真不去机场送回来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我不去了 我怕我去了 会哭晕在机场 我等到了那边暗顿好了吧 就马上回来找你 很快 那我走了 你走吧 你等一下 你等我转过去你再走 我不想看见你走 走了 我加油 天下午 天下午 喂 你去聚餐啊 正好掌处 你们今天先去吧 我打算去旅行了 旅行 你去哪儿旅行啊 这不赶上樱花去了吗 我去闪个花 一会儿就出发 你一个人了 顾佳欣呢 她都和你表白了 你怎么还不接受她呀 等我回来你就知道了 先不跟你说了 我出发了 小小孩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拜拜 I love you 忘了谁的冲 去寻找我每一空 镜着淡亮色的风 我们驾驭着轻松 寻找大雨的行踪 你给爱的心去控制 太静妙了 穿过桥的淡雨 去补备尽就 我过下一秒 陪着七百六 你将过着证据 忘了谁的冲 去寻找我每一空 镜着淡亮色的风 我们驾驭着轻松 我只不代 不想走 你给爱失去恐惧 全没追过的话题 话题 都别期待 无论你的刮风 相遇 都躲在 回忆都在 此归你才明白 Baby 爱是 各位游客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景区中的 樱花学院大道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树啊 就是这片林中 最著名的许愿书 传说只要你在樱花树下 全体向樱花精灵许愿 会非常灵验的哟 大家可以跟我买我手中的 风银来许愿 也可以在树下这些许愿 不要试一下了吗 好 来来来 来 来 谢谢 小朋友拿这个 好 谢谢 谢谢 还有吗 来 大家跟我 这边走 希望《爱语诺》 可以渡过难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留待留待 这不正好就遇见你了 晶晶告诉你的吧 怎么可能啊 晶晶姐不放心 你一个人 再说了 你整挺好啊 一个人跑这来吧 太不够意思了 不用担心 我一个人过挺好的 我跟你说啊 这附近非常的危险 你缺点东西 我什么也不缺 晶晶 保镖 你不用跟我客气 我没客气 我只想一个人清静清静 行 你累了 你喜欢我 为什么躲着我 我希望你给我点时间 最近发生的事太多了 工作跟生活都搅一块了 我也想给我自己多点时间 让自己好好考虑考虑 好 我等你答案 前面就够了 前面就够了 走 慢点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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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 兄妹 大anja 我 没见等一下 ega 好 请慢点啊 别摔了 还吃不吃蛋糕了 请慢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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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inter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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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瞧告诉你们啊 这个是一次战争 旅行会放大情绪 会把对方生活中最真实的面 最真实的样子 展露在你面前 还有句话 旅行是一次 二人的空间交会 就是可能连我们自己都会发现 在旅行中的哪一个点 我们会更厌恶对方 或者发现对方的可爱之处 跟你说吧 赵晓月那个女活动 才刚刚发现 顾佳欣 你是不是在说我坏话 没有 我 过来 马上过来 总之啊 能跟你旅行晚还不离不计在一起的人 你要好好珍惜 知道吗 顾佳欣 来了 再说 这样看樱花好美啊 你脸红啊 没有 有 有 哎呀 哎呀 烦死了 不是说了让我一个人亲亲亲亲吗 我就下个景点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 什么地方 我们 换个角度看花 这是要做直升机看风景的 老板 我可只足了三小时 咱们抓紧时间 挺有想法啊你 偶像剧里学的吧 这个 你开啊 随意 啊 不像吗 你开啊 我还没活够呢 我可是有直升机死招的人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我更帅了 还不错 走吧 来真的啊 真的啊 给我 我哈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啊 好的 呼叫塔台 呼叫塔台 准备出发 塔台收到 雪银505设备确认 风速峰值满足飞行条件 予以批准 哇 好美啊 怎么样 跟你说了 出来我还不带我 你肯定后悔 你说得对 哇 像画一样 换个角落看风景 是不是感觉不一样 嗯 你是不是担心 我因为离职的失踪才不好啊 我可没担心你 我担心的是Love Note 你说你这一跑路 得多少单身那你同时恋爱之路任何 好 好 怎么了 飞机好像出了点故障 没事 别紧张 这怎么回事啊 没事 气流 水银505呼叫塔台 水银505呼叫塔台 车到水银505 我们的仪器出了些故障 水银505 这 这没事吧 我们不会要跳进去了吧 别担心 有我在 水银505呼叫塔台 水银505呼叫塔台 呼叫塔台 我还不想死呢 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呢 我 这么重要的话 灯下去再说 我们一定会平安着陆的 塔台呼叫悬银505 塔台呼叫悬银505 已收到故障警示 请遵照塔台指示步骤 操作返航 请悬银505收到 听指示 目前你身处乱流区 引擎信号受到干扰 现在请向右 云速行驶八百米 直立此区域 可以吗 可以 以你所在的位置为向线 向西转三十五度 行进一千两百米 平凡 下着了吧 还好我们平安返航了 我差点以为来不及了 来不及什么 顾佳孙 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非常非常喜欢 我没跟你说是因为我一直在克制 我告诉自己我不能爱上你 我没有安全感 我想不到我们的未来 但是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只想要跟你在一起 好好在一起 听到了吗 听到了吗 现在世界上的一样 它是一样的 我们在海上的一样 现在世界上的一样 它是一样的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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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小仙女回来了 饿坏了吧 我给你做了超级超级好吃的公报鸡丁 蘑菇炒肉 赶紧过来吃 赶紧过来吃 快来抱抱 我爱你 你在吓唬我 你干嘛呢 我刚下班 你呢 也刚下班吗 我好想你啊 我们小多喜辛苦了啊 要抱抱 爸爸 是不是有人敲门啊 我给你订了外卖 外卖 快去拿去吧 哦 多喜小姐 你的外卖已送达 你 你怎么回来了 好想你啊 想我吧 你不是要抱抱吗 我抱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一下班就买了最早的航班 赶最早的飞机就回来了 我今天发工资 请你吃大餐啊 大餐 学生餐厅 学生餐厅 走了 走了 走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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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走走走走 喂特儿 上酒 来了 郑小姐 你要的光粮酒 吗 好的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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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我们一开始不是说去旋转餐厅吗 怎么又来这儿了 你是不是为了给我省钱呀 这里多好吃啊 我们本来不就是为了开元节流吗 而且我觉得和我喜欢的人一起吃饭 不管去哪儿吃 吃什么都是大饭 你嘴怎么这么甜啊 那这样 明天我带你去抽盲盒 真的啊 你太好了 快吃吧 你最爱吃点牛肉串 乖 就这样 擦擦擦擦擦 来 这还差不多 吃吧 那我也讲了一米糕吧 我其实吧 老想他们家味道了 我也是 这次的合作计划还是做得详尽一点 小细节 多拿一点 我接个电话 喂 大叔 我失恋了 我现在 我现在心好痛 我快步进了 我无法步进了 你过来喂我一下吧 还怎么哭鼻子呢 在哪儿呢 我就在你公司楼下 在我们楼下 那行吧 那你等我了 各位 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儿吧 算 徐总 那今天的商务晚宴 推了吧 进去一些酒水局 大家早点下班 可是 大叔 你跟他们真的在一起了 你小声 我们的战略不彻底垮了 我们现在都变成了爱情的失败 你不一直也是爱情的失败吗 你怎么说的呢 我现在才是彻底地失恋了 大叔 你要是难过 你也跟我一样 我们一起哭出来 不丢人啊 你 你 你小声一点吧 我这公司旁边都是人 你在我这公司楼下 哭哭唧唧的 人家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呢 大叔 我忍不住 那你忍住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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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带你去吃好吃的 安慰你一下受伤的小心灵 好不好 嗯 不哭了啊 嗯 走 大叔 嗯 我都这么难过了 你难道不应该借过你的肩膀 安慰我一下吗 这个就是你们的房间了 嗯 这边是卧室 二位交代的事情我都已经办妥了 嗯 这儿童床怎么合适 这个这个是赵小姐要求的 对 我让经理给你加了个床位 不然你睡地上我也故意不去啊 嗯 安慰入住愉快啊 那个我就不打扰了 谢谢啊 怎么样 试试你的床 行不行吗 你真的忍心啊 那怎么办啊 你不是跟酒店经理都交调好了吗 你要是不舒服 可以换个地儿睡啊 我洗个澡 哎 等一下 嗯 要跟你一起洗 走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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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哎 多谢 你小姨妈平时害怕什么 我没注意过 不过我觉得普通女孩子会害怕的 小姨妈应该都会怕的 是这样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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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弟弟 还想吓唬我 来 洗完了 出来吧 宝宝 困不困 困了 早上休息 有事教我 你也是 晚安 晚安 睡吧 有蛇 蛇 那你还是要在你的小床上睡呀 一个人睡不着 你不是一个人 有她陪你呢 怎么这么狠心啊 我不是你男朋友吗 这个是我们在一起的 第一晚 你今天说的话都是骗我的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骗你呢 等会儿 你去哪儿啊 我错了 我错了 你别害怕 给你的 不是活的 我本来想旅行结束前寄给你的 你便宜了 我就是大爷的 因为不不存在 你 想象与现实偏差太大 请你以后多多了解你的想事 你会滑冰吗 完全不会 巧了 我也是 初入平安 赵江月 我喜欢你 让你成为我正式的女朋友 美好的婚姻 喜欢好朋友 你还可以撑鬼啊你 你得对我负责 负责 我绝对给你洗得干干净净 赵江月 赵江月 在我心里的金字塔 你早就住在大街上了 我好好收起来 我好好收起来 都要睡觉了 抱她干嘛 给我 还没错 你干嘛 我估计 是 有点重的 是 你还没错 你不就是 你隐蔽那種 你隐蔽那种 找到 Help oh say you love me oh me love me Rappers are my true love 恋爱变那么着急定义 调离不是问题 合拍才是真理 你在樱花里是个什么样子 你在 和我在一起 和你在一起 还要聊天呢 我现在告诉你 say you love me say you love me now I would always love you It's your love It's my love It's your love I need you give me your love Love is true It's your love 和心心动 请你告诉我 心闻见语手语全变入APP 清晰意外却变成试试PP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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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按下暂停 不去试试你怎么知道对不对 还没开始被嫌疑判了反规 独一句心动比较 原来这就是恋爱的感觉 没行我就继续闻下去了 你和嘉欣玩得怎么样啊 挺好 那我不打扰你们甜蜜大人世间了 拜拜 拜拜 来 行吗 老公 快来啊 尝尝我做的早餐怎么样 来了来了 哇 这么丰盛啊 老婆 回到以前的感觉真好 是啊 快走 尝一尝 尝尝这个 嗯 怎么了 老婆 你今天好漂亮啊 是不是只画了一点淡淡的妆 我就是说嘛 你画淡妆是最好看的 所以你以后就不用那么早起 农妆艳获啊 非要给我一个完美的景象 不用 可以多睡一会儿 那好吧 那以后每天 我都陪你一起来床 干杯 嗯 干杯 这些很张的 都没有磨叹 情商 业 一会儿 吗 因为我都不太厉害了 我不太厉害了 这是那么担心的处义 我看来就行不了 我随心所欲一点不好 旅游啊就应该 天天走走 跟着感觉 主题有理 不对 你上 而我终于他 终于他 很像自己穿着婚纱 结果他的疯狂 这感觉就加幸福吧 人间感觉 他的眼睛似乎会说话 在我面前 只要轻轻的眨发一下 能引起我心跳变化 可我却不敢告诉他 别诧异我 似乎别懒着说这笑话 别怀疑我 是繁华 只好精神分岔 我好像已经看上他 这感觉不可思议啊 谁也给我打听 子豪 喂 喂 赵总 救命啊 等一下 等一下 要方案来解决前进 事件带来的分别影响 如果解决不了的话 就要把我们全部炒掉 好 我们团队没有你当主刑 真的是有点交通办法 你先别着急 我帮你们想办法 赵总 还是你最好了 这样吧 十分钟后 你告诉大家 我们开个电话会 好 怎么了 公司的事 快 往前骑 好 快 赶时间 坐稳了啊 好 赵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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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羡慕你啊 但你不要注意安全啊 小心点啊 好呢 大家放心 有我照顾赵总 你这公然撒狗粮 我真的是受不了啊 所以说咱们公司单身狗门 抓紧啊 不然就只能看着我们撒狗粮了 祝你们幸福哦 行了行了 快说正事 抓紧时间 赵总 你不在了这些日子里 公司被他弄得乌烟长气了 是啊 宋雪把公司搞得一团乱 怎么回事啊 他根本就不喜欢 拉夫闹的这个项目 他恨不得早点完蛋 赵总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真的很需要你 这样 我们先商量出一个 合适的方案给他 然后再想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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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子豪 你先说说吧 好 婚姚 大家按我说的开工吧 子豪有什么事随时跟我说 行 我们加个油 来 来 来 加个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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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干嘛 今天做了好多事 好累 辛苦了 工作真是你的兴奋节 我都吃他醋了 我都吃饭了 少来 咱们以后也来这儿拍婚纱照吧 你看 多浪漫 等我考虑好 要结婚的时候再说吧 怎么又要考虑了 他们俩都是男女朋友 肯定要结婚的呀 你不是想反悔了吧 以后我就每天问你一次 烦死你 顾佳心 你是不是觉得我治不了你啊 你想这么治我 有的是办法治 不许什么办法 什么办法 醒了 我的女王殿佳 请一项用你的专属早餐 我还想再睡一会儿 别睡醒了 来 先喝杯水 徐叔 好 怎么了 我妈突发心狗了 我 guess 你真的不伤心的 我只会走一会儿 好 最近爱情报告上总有人提问 为什么和心仪的对象交往了一段时间后 少了刚开始的悸动 反而逐渐趋于平淡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爱情持续发电呢 其实交往前和交往后 有反差感 这是非常正常的 只不过我们可以用一点小技巧 让你的爱情体验更久 更浓一些 爱情的恋爱理论中 有一招叫做 从小恶魔到轻松熊的转变 也就是说 刚开始一定要让他觉得 你是一个追起来有难度的人 交往前大胆做一个小恶魔 但当感情进入到亲密阶段 你又要男人感受到 在日常生活中 你是一个 能给他感觉到轻松的女人 建立一个 与小恶魔完全相反的形象 变身轻松熊 通过这样的反差切换 才能让对方持续为你倾倒 姐妹们 有恋爱困惑 记得上Love Note看看 我是你们的情感闺蜜 姜韵 师傅 麻烦再快一点 我们有急事 好 许叔 我们俩怎么样了 手术非常成功 你妈妈现在在病房里 大夫说了 要留一眼观察一点时间 家欣 我必须祝福你一句 你妈妈她现在很虚弱 你千万不要惹她生气 她现在尽不得半点刺激 行吗 她相效 王 Deus 已然 叫喜 来啦 大夫 或是 马惨 巷 打扮 婷 老 renewal 辡芷 皇后 肠 你们来了 金董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没事 休息几天就好了 明早就开始休息了 每天高相度工作 身经受得了 我教你来 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的 我想单独跟我儿子聊聊 好的 好 这次的性格 多亏抢救及时才减回一条命 他真的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你是在贾心身边 唯一能劝他的人 拜托你做到他的工作 让他为他妈多想想 贾心跟他妈妈 关系一直都这么僵吗 我在金董身边工作二十年了 可以说是看着贾心长大的 他父亲去世的时候 他对父亲的思念很难过 转换成了对母亲的陪伴和期待 那个时候金董遭遇了 脏腹之痛的同时 又要完成丈夫的遗愿 一个人掌管着整个公司 忽略了对贾心的陪伴 再后来又为了赛车的事情 两人的关系越闹越僵 就成了这样 你以前总是问我 为什么把公司看得那么重 在你眼里 妈妈就是个强势 不择手段的女商人 但是有件事情 我是从来没有跟你说过 成立林克克界 最初最初就是你爸爸的主意 他庆祝他一生的经历 还有理想在这公司 所以在他走了之后 我决定顶住一切的压力 也要把公司延续下去 完成他的愿望 在几个小时之前 躺在手术台上 我真有一瞬间害怕 我害怕我自己醒不过来 但是我发觉 我心里面最诚实的念头 只有两个 我儿子怎么办 我公司怎么办 说实话 做一个公司不容易 最近因为爱情 这个问题 我们资金链发生了状况 人家看起来 我们好像家大业大 其实就是危机重重 我也不得不躺在这里 金董一个人带着孩子创业 一定很辛苦吧 是啊 谁也不是生下来 就是那么强大 无坚不摧的 那些年金董遭遇了无数难关 他都一一克服了 他背后的心酸和困难 只有他知道 金董的意志力太强大了 感觉没有什么事情 能够打垮他 我跟着他 我也很安心 他真的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但毕竟年龄不饶人呢 这次病为他敲响了警钟 不要像爷爷以前一样 高强度的工作 那样他是撑不住的 他提前让你培养贾心 就是为了目前这个状况而准备的 你觉得贾心现在能顶得上吗 贾心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 也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只是想问你一句 你愿不愿意帮我担起这个担子 你刚做完手术 现在最重要的是休养 公司的事能不能先放一放 我知道你有梦想 但是林克也是我跟你爸的梦想 我的要求并不高 我只是希望你暂时 帮我担起这个责任 等我身体恢复好了 我就会重新接手 到时候你再追求你的梦想 只要你愿意做 我 徐叔 公司所有的人都会帮你的 贾心 你是我儿子 我知道你一定行 好 我努力 但是我需要一个人帮我 我想让江玉回来爸爸 我需要他 公司也需要他 金董跟你说什么了 我答应他了 什么 答应我妈出任代理总裁 暂时帮她管理公司 我们的嘉欣弟弟长大了 可是你觉得我真的能行吗 我相信你 这段时间在公司 我妈妈能理解我妈的不容易 她那么冷血 腰强 都只是为了当一个好铃铛 身不由己 我只顾着自己的梦想 以前我只顾着自己的梦想 现在突然这样一个重担 砸在我身上 我需要你 我想你和我一起回公司 这种时候 只有你在我才安心 我们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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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任命邮件 相信大家已经收到了 从今天起 我将暂时代替金董 代理总裁 处理公司的各项业务 也麻烦大家 多做配合 听说最近金董住院了啊 也不知道这个决定 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的 是不是太草率了些啊 毕竟集团上上下下进贯着 这个位子 也不是那么好做的 您是在质疑金董的决策吗 在林科工作的人 应该都知道 公司大大小小的决策 都是金董亲自做的 并且没有一丝误判 我虽然是金董的儿子 但是他从来没有把我 看得比公司更重 就算一开始让我进公司 都要隐藏身份 从基层做起 老夏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老夏 你是不是怕加薪太年轻了 工作没经验 万一遇到困难啊 也是 你说 咱们这么大的公司 也不是小孩过家家 万一要是遇到什么问题 谁来负这个责任吗 这点大家不用担心 这次我特意请赵总回来 担任总经理 相信有他的帮助 我会处理好公司的各项业务 这也是金董的意思吗 没错 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先散会 来 怎么样 厉害 对 办公室收拾好了 我要作证分布 指导工作 真实目的呢 离你近一点 对 好啊 要不要我安排你 搬回办公室 不用 我在外面挺好的 跟大家一起 好 对 大家给你准备了一个 小小的欢迎仪式 我们过去吧 好啊 走吧 不太合适 好 你小的圈啊 我都快到了 我又有什么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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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三十回来了 我们大家伙都想死你了 可不是吗 你不在 子豪不加班都不习惯了 不是吗 就是啊 你不在啊 大家工作热情都减退了 是啊 尤其是每天我们在这儿 苦哈哈地加班 然后还要欣赏 嘉琪的朋友圈那把狗粮 你真的太残忍了 咱以后不能加薪加薪了吧 以后再成 顾总了 对对对 顾总 还是嘉琪啊 以后公司还是要靠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嗯 加油努力 努力 送送小姨妈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欢迎回 谢谢大家 我还以为在你们心中 我是个铁面无私的女魔头 哎 可以呢 小哥 这女魔头的称号可是嘉欣给去的 哦 是吗 嗯 好样的 赵总在我们心里永远是最好的老板 好吧 快点去蜡烛吧 好嘞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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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装一下啊 所有商品 八折出售 绝对正品 对不住你们啊 为了我的爱情 要牺牲你们了 亲 我想问一下这个包还能便宜点吗 如果你诚心想买 我才便宜吧 包 有 你卖得这么便宜 是不是这包是A货 说我的包是A货 开什么玩笑 我这都是专柜原价正品 老婆 我回来了 老公你回来了 来 快坐 坐呀 我 我已经把饭做好了 我去端过来 我不是说下班以后 带你出去吃吗 在家里吃多好呀 在外面吃又贵又不卫生的 你等着我啊 家里吃 对啊 来了 看起来不错啊 还有呢 米饭来了 等一下 怎么了 我要拍个照 你是不是又在发微博呀 这次跟以前不一样 那这次是什么样 你看 我这次呢 开了个小号 只用它来记录 我们两个的日常生活 我怕以后老的会忘了 所以说 把美好的回忆 都记录下来 怎么样 行 是跟以前不一样 那咱吃饭吧 吃饭 不错不错不错 贺美 怎么样啊 我真的受不了啊 静静离婚这个事 我怀疑背后 有人买通媒体炒作 而且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 我没有证据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 好好调查一下这个事 嗯 我同意 我现在真的是佩服你和我妈 每天的公司日理万机 你之前是刚来还不习惯 说不定你之后也会跟我一样 爱上工作了呢 不 我记得无论如何 我还是更爱你 好好爱工作 别想些有的没的 嘉欣哥哥 我有话想跟你说 刚好 你们聊聊 我先出去 我先去 宜然 坐 怎么了 我 想辞职了 为什么 我知道你跟赵总在一起了 你们能一起回公司拯救 爱情 我其实心里挺开心的 但是 当初我来公司就是为了你 现在好像留在公司 也没有什么其他意义了 你觉得你留在林科科技的价值 就只在于我吗 我安全有什么事 在我面交由 你们的估计 对 熟悉的一句 你 让我一定留下你 你 不需要你们同情啊 虽然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会一蹶不振 我会去寻找真正属于我的幸福 这不是同情 这是姜月的真心话 她真的希望你能够留在公司 她其实很有能力的 虽然嘴上说她来公司是为了你 但其实她每一件工作都完成得非常好 我不想因为我们俩的事 损失了一个这么好的人才 她说 你早就已经超过二十二岁时的她 只要你能把精力放在工作上面 你未来一定可泣 她真的这么说啊 好吧 看在你们两个那么努力挽留我的份上 我就再待一段时间吧 宁然 谢谢你 其实你真的很好 你值得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好人卡我就不要了啊 嘉静哥哥 祝你幸福 你也是 祝你早点找到属于你的幸福 一定会的 这是你新买的吗 你小心点 不是我弄的 不是我弄的 小黑 给我出去 小黑 赵总 嗯 应用家方案又被宋总给否了 原因呢 不知道 就说不喜欢 那他有没有提出修改方向啊 他之前催方案催得特别着急 结果交上去抽又不提了 好像把这个事情忘了一样 我今天特意去问他在说 不通过就是因为不喜欢 这不是欺负人吗 这不摆明了吗 他这是故意跟咱们这方案作对啊 宋雪把私人情绪带到工作里 搞得气氛特别紧张 我现在见着他都绕着走 我上次给你看的公关方案 也让他给缝了 没事 你们先去忙吧 我去找他探 进 宋总 我听说 艾伯的新方案又被否了 什么原因啊 不喜欢 所以让他们重做 那总得有个原因吧 大家辛辛苦苦做的 如果这是一个一百分的方案 我一定会通过 那请问你的评分标准究竟是什么呢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有意见 但我希望我们的私人恩怨 不要影响到工作 也不要影响到其他人 这不公平 你靠着项目 搞小团伙拉拢人心 还好意思跟我谈一公平呢 但你别以为 办事儿的总裁就可以对我耀武扬威 为了上位 还真是什么手段都用啊 不是所有女人 都可以不择手段嫁入豪门 嫁进去也未必幸福 我告诉你 男人的心变得快着了 现在的我可能就是明天的你啊 我的感情不劳您费心 我只有一个要求 工作上咱们就事论事 我希望你不要故意给爱语诺穿小鞋 也不要牵扯到项目上来 你还真以为 拉武扬威现在还是个宝 自从浅津津的离婚案件曝光以后 它就已经变得一文不值了 现在连林克科技的名声都被毁了 所以我劝你啊 这个包袱还是尽早甩了吧 拉武扬威是一个有温度 有前途的项目 我绝不会让你轻易毁掉它 那就试试看喽 谢谢 金阿姨 来 吃点水果 谢谢艳燃 你最近有觉得好一些吗 我听说您住院了 我都快担心死了 亏你有心了 对了 靳阿姨 我今天来是有话想跟您说的 对不起 我可能做不了您的儿媳妇了 不过没关系 我跟嘉欣哥哥已经说开了 我们之后还是很好的朋友 傻丫头 你的心意我知道 是嘉欣配不上你 不 是我自己选择退出的 我从小到大 第一次看嘉欣哥哥那么喜欢一个人 而且他看赵江岳的眼神 我能明白 他永远不会像那样看着我的 不过没有关系 以后做不成您的儿媳妇 我可以做您的女儿吗 以后叫你干妈好不好 乖女儿 干妈 你干吗 你干吗 喂 大叔 你下班了吗 我们一起吃个晚饭吧 这是我好不容易订到的网红餐店 服务员 欢迎两位 最近店里在组织吃辣比赛 只要能挑战成功最辣的拉面 子弹全勉 还可以登上我们的排行榜 好 要挑战一下吗 那大叔 我们挑战一下吧 我就不用了 给我来一碗 大排面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 你可真没劲 我吃不了了 你看这儿 我等下一个人也可以挑战成功 你等下看我的 好 小姐 挑战就算开始了 等沙漏走完之前吃完这碗面 就算挑战成功了 那么酸了吧 这也太辣了 我可以的 不得了 你必须要承上 哦 哦 我可以了 我不能扮握两肺 其实才是保护公主的 王子不是 那我不当公主了 我要陈迦欣格哥保护 陈迦欣格哥 我 我喜欢你 我和陈迦欣格哥 红娃亲的 对 就算你不喜欢我 我这辈子也只会喜欢你一个人 那我可不可以告诉公司同事 你就是我喜欢的人了 那我感觉我离成为你的女朋友 很近很近 失恋一百次 也爱你一百次 你现在眼里 就只有张江月吗 我的意思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正在努力改变 但不是因为你 你明明知道我那么喜欢你 你为什么要付这样的画上我 即使你真的很好 你值得一个真正爱的女人 大叔 你不是不能吃辣吗 恭喜两位挑战成功 这是本店赠予你们的娃哈哈苏打水 解腻解辣 舒缓肠胃 来吧 我们合照留长影吧 来 三 二 一 开心 两位一会儿可以把照片挂在我们的挑战榜上 好 谢谢 好 用餐愉快 没事的 我没想到这个成功还挺容易的嘛 你是挺容易的 对不起啊 一开始就不能放弃 这可是我的人生信条 你刚才吃面的时候 真的是被蜡哭的 还是说今天心情又有了波动啊 我今天跟顾佳心说了 我打算放弃她了 我打算放弃她了 她就是我的一整个青春 今天 就感觉跟自己的青春告别了 跟青春告别挺好 说明你长大了 这成年人的世界里面 要一条规则 永远不要用自认为对的方式 去爱你爱的人 如果你真的爱她 就给她她想要了 这其中还包括 尊严 还有成全 成全 你话说的倒是挺漂亮的 但是你看啊 你这表情多严肃啊 还是我比较好看 是不是 走吧 我来挂在第一名的位置 对 我说的 好久不见 姐 你怎么来了 这谁啊 怎么 看见我不高兴啊 不是 我太高兴了 不是 你怎么来我们公司了突然 我来看你啊 我们小嘉欣当上总裁 小嘉欣 我答应要过来祝贺一下 您可是贵客 我听说你现在是 KJ资本的中国剧总裁 我前段时间还想联系你来这儿 那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太心有联系了 这位是 嗨 赵江月 她的同事 是 果然互联网公司员工颜值都很高啊 能不能麻烦赵小姐帮我来两杯咖啡 不加糖 谢谢 走吧 去你办公室聊 走 办公室在哪儿 走 这边去 这边去 来 快 你们看见没有 刚刚那个安娜 看起来太死累了 你进来那气场 妥妥的霸道女总裁 开入全场 听说人家可是著名国际投资公司的 中国剧女总裁 是啊 感觉她和股总关系不一般哦 看赵总脸都气绿了 赵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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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顾佳欣曾经的头号粉丝 我必须善意地提醒你一句 那个安娜 你得小心一点 她可是顾佳欣最有战斗力的前女友 是我在追男神道路上 除了你之外 最大的绊脚石 没关系 这个人的出现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哦 天女友 我舔不死你 可以啊 姐 姐 人一点没变啊 还是那么有气质 越来越漂亮 几年没见 你变化导致很大啊 总裁当得像模像样 关键是嘴还是那么甜 姐 今天来找我不光是为了需旧吧 聪明 那你呢 刚才说想要联系我 为什么 姐姐说 小鸡灵鬼 我问你啊 这个总裁不好当吧 要操心的事太多 尤其是林克现在的财务状况 压力够大的 姐 你怎么知道我们公司的状况 我虽然有我的消息来源 重要的是 你现在需不需要我的帮助 需要 我太需要了 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当然了 条件是 你是不是应该把我想要的给我 有没有的咖啡 谢谢 没东西 帮我拿个财务吧 来 姐 喝咖啡 怎么了 没事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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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赵总 好甜 好甜 小贾欣 您想想我们到底怎么合作吧 难道她真的像宋雪说的那样 三分钟热度 这个安娜 到底跟她什么关系啊 怎么了 赵总 没事儿 没事儿 宋总好 你好 姐 我送他你 顾总 宋总 这位是 这位是 我是安娜 你好 你好 不介绍一下 宋雪 宋总 宋总好年轻啊 安娜小姐 你可真会说话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啊 要不我替顾总送送你 好 你好好考虑一下 我得你的消息 好 那就麻烦宋总送你 嗯 这边请 好 顾总好 嗯 干嘛 你不跟你学姐聊得挺欢的吗 怎么还能想起我来啊 吃醋了 我没有 你还会吃醋啊 真可爱 我没有 我就是 我是在问你工作 嗯 所以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工作关系 它代表KJ资本来跟我们谈合作 不过 你吃醋的样子真可爱 我检讨啊 我错了 只要惹你不开心 都是我的错 为了向女王担任赔罪 我们晚上去吃大餐好不好 嗯 走 好久没来这家餐厅吃饭了 是啊 来 看看 想吃什么 还记得我教你的心跳触碰法 是这样吧 你这么熟练了 学得很到位啊 实话说 当时有没有对许你演奏 别提了 用了你这招 菜单直接掉地上了 别提有多尴尬了 小佳心 赵小姐 潘娜姐 太巧了吧 在这都能碰到你们 你来吃饭啊 对啊 怎么 要不请我一起 她说 如果喜欢一个人 但是她沉稳安静 可我却吵吵闹闹 她会不会嫌我太刮躁 我要不要换个方式跟她相处 没有必要吧 两个人好的关系 应该是 一加一 大于等于二 什么意思啊 没有必要去在意表面的一致性 两个人相处起来 只要没有什么压力 即使有差异 也可以做到优势互换 两个人各自发展 这才是良好的关系 原来是这样 大叔 你脑瓜子是不是开窍了 你刚刚说的话 居然跟这个APP上说的 爱情理论一模一样 什么理论 帕勒托改进 帕勒托改善 又称帕勒托改善 它是指在不以牺牲任何一方福利的情况下 改善另一方或者双方的福利 意思就是 只有在双方优势互补的情况下 派勒托改进的空间才会越大 反而是那种调性一致的感情呢 前几年会一帆风顺 但是由于缺乏互补性 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反而会越大 大叔 你也太厉害了吧 居然用那么短短几句话 就把那么复杂的理论都解释清楚了 我可太迟外语了 我这可不是什么理论 我这是生活经验 生活经验 那你套奖我吧 什么生活经验 我也想学一些 小嘉欣 赵小姐 安娜姐 太巧了吧 在这都能碰到你们 来吃饭 对啊 要不请我一起 坐吧 一起 太好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来 来 赵小姐不会介意吧 不会 一顿饭而已 小嘉欣 我跟你说的事 你跑里怎么样了 晓妮 我和安娜姐到那边聊点事 马上回来了 姐 我们那边聊 姐 我们那边聊 姐 这个事来干什么 我不是在考虑考虑 好不好 因为时间确实比较矜 我还有一些工作 就先走了 你们慢慢吃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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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完了 对不起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又聊上了 什么考虑得怎么样了 工作上的事 她要跟我们合作 还在聊细节 来 吃饭吃饭 生气了啊 没有 吃吗 我给你点 不要 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 嗨 赵小姐 今天谢谢你的咖啡 不客气 什么 喂 晶晶啊 你们还下午在家吗 我有事问你 来来来 我准备的下午茶 怎么样 没错 你现在可以啊 连蛋糕都会做了 张浩是什么人物啊 你俩傻呀 这怎么可能是我做的 都是我买的呀 嗨 白夸了 来来来 庆祝我们赵总 重返职场 收获真爱 恭喜小姨妈 谢谢谢谢 谢谢 那异地恋怎么样了 别提了 齐恒走的第十六天 想她 我觉得你爸 趁这个时候 就全身心投入工作 说不定你就可以 升职加薪 走上人生巅峰了呢 小姨妈 其实我有点想辞职了 我想去深圳找旗航 我不赞成啊 这种为爱情放弃一切的 我觉得你还是考虑考虑 你这个冷血的女人 都狭逼听你小姨的 你看我教了她 那么多恋爱技巧 最后谈恋爱 靠她还是走够实运 那我不也想像小姨妈一样 走够实运 爱情事业双方数 对了 话说 你昨晚想问我什么 我觉得 我遇到罪手了 最近出现一个女的 叫安娜 好像还是她前女友 虽然顾嘉欣跟我解释了 但我还是觉得怪怪的 你无论在哪儿 你都能看见她 而且她一副很坦荡的样子 我挑不出来任何毛病 你有没有听说过 真爱莫非定律 什么东西啊 就是在爱情里 你越是担心某种情况发生 它就越有可能发生 如果你觉得顾嘉欣出轨了 那也许她真有这种可能 不可能吧 顾嘉欣那么爱小姨妈 我不相信 多喜你太天真了 你看这个女人 不动声色地 就让我们赵总 这么不舒服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女人段位很高啊 你有没有她照片啊 让我看看 这个 这个女人 果然不简单啊 我们之前在公司见过她 就好像那种 从小说里走出来的 霸道女总裁那样 我现在怀疑 顾嘉欣有一种癖好 就是喜欢姐姐型的女的 而且我又是跟她 接触最平凡的姐姐 所以她才喜欢我 我觉得吧 你现在不要乱猜 除非抓到她们实锤 那我该怎么办啊 你要给对方一些时间和暗示 主动地向你坦白 好 行吧 那我再想想 好 亲爱的 上来个事呗 什么事 晚上马达过生日 为了过去一定要跟他们聚集 晚上就 不一块儿吃饭了 好啊 今天回来 可能得晚点吧 行吧 你去吧 我给芬基把文件送过去 我们一块儿下楼 好啊 走吧 龚佳 你lasse 你给你帮你帮我 全部都花一块儿 如果你帮你帮我 我给你帮我了 有点儿子 我去找你 我来帮你帮我 我去帮我 久不得我 快不去 你帮我 先生 您好 好 你个顾佳心 还哥们生日聚餐 我信你个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到他跟一个女的开房去了 什么 你在哪儿呢 就在这个酒店 那你先冷气啊 我马上到 你一定要等我 快点啊 江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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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冲动 你冷静 江远 工天我都做好了 你就负责吃饭就行了 这么大 嗯 江远 你别冲动 江远 你听我的 闭上眼睛 神呼吸 控制你的情绪 千万不要冲动 神经不了 谁啊 神经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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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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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安排的 欢迎 欢迎 还乐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讨天 明白 明白 兄弟们 走 咱们换下一场啊 我请大家喝酒去 好好好 好 快走 快走 快 走 快走 你俩过生日啊 我刚在酒店楼下 看见你跟安娜了 不会吧 你以为我和她来酒店 那不然呢 那你们怎么会同时出现在这儿啊 我可太冤了 安娜回国暂时住在这间酒店 我俩刚好就碰上了 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我听说她是你前女友 专程为你回来的 你听谁说她是我前女友的 这是假的 当时安娜被一个渣男纠缠 就让我假扮她男友 交换条件就是 帮我写一学期的经济课作业 我当时急着赛车 我就好心肠帮助她了吗 真的 真的 百分之一把二真的 不对 我觉得你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直觉非常准 好 好吧 我确实有事瞒你 但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公司上的事 公司 怎么了 Love Note出事后 总公司陷入了很严重的财务危机 我妈原本想要装饰断腕 卖到Love Note 让我出任代理总裁 就是为了完成这场交易 公司资金的事 你暂时要保密 因为有其他公司想收购Love Note 如果不成功的话 我是打算卖掉它 来输学给公司 我一直没告诉你 就是因为怕你担心 安娜代表的KJ资本 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消息 她想从我手里买这个应用 她一直找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说实话 她确实开出了很有人的条件 只要你现在愿意帮我完成收购 我就愿意出自完成你的梦想 我知道你想要这个应用 但我不能买给你 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 做成Love Note 是她的梦想 我想陪她完成这一切 我们会对Love Note 进行一次全新的改版 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让你看到 Love Note的更多的可能性 这样吧 如果你能拿出说服我的方案 让我看到她的未来 我会考虑你的提议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原本想要解决好一切 在跟你说的 Love Note是你的梦想 我怎么可能允许她被卖掉 对不起啊 我误会你了 没吃 问世间情为何物 执交人各种吃醋 能让赵总为我吃醋 是小弟的荣幸 烦人 说这很简单 我认识安娜很多年了 她很现实 商业手段也是一流的 不挣钱的买卖 她是一定不会做的 最近我就一直在想 如果才能拉安娜的投资 来救Love Note 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应用程式 进行一次颠覆性的升级 我刚刚碰到安娜 就想跟她聊这件事情 我同意 我这段时间也一直在思考 如何改版Love Note 要不我们去公司加班吧 我们讨论一下 我也有新的想法 好 就是喜欢你认真的样子 喂 喂 小姨妈 你快看看 我刚刚转给你那篇 公正号的文章 现在有消息说 Love Note 有可能会再开这次本收购 这是不是真的呀 现在公司行李都在疯船 搞得人心惶惶呢 是谣言 明天我开会会跟大家说 放心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看这个 是为安娜放得丰盛 我觉得有可能 相信我 我们一定不会输的 妈 我不能买到老婆到底 为什么 因为她是赵江玉和全公司 有共的心血 您当年守不过 你爱人的梦想 现在我也想守护 赵江玉和全公司 你们说 新闻上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赵江玉和全公司 真的要被收购了呀 咱们是不是要换老板呢呀 你们就别瞎操心了 又不是公司倒闭了 是吧 就算是换了老板 咱还不是一样的工作吗 那怎么能一样呢 如果我们真的被收购了 公司的架构 就会变动重组 到时候还不一定是什么局面呢 大家不要瞎猜了 赵总说了一会儿 他在开会的时候会跟我们说的 等他到了我们问问就知道了 赵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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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什么情况 赵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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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什么情况 我们真的会跟说过吗 是啊 我们真的会跟说过 大家别着急 坦白说 Love Note 是遇到了一些危机 但远远还没有我们失去它的程度 为了这个应用程序 我们大家都很努力 我也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组下去 赵总 有你这句话 我们大家就安心了 赵总 Love Note 是你的 也是我们大家的 我们愿意跟它共进退 如果你需要我们做什么 就告诉我们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会和Love Note 共进退 对 我们一起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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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放心 我以赵江月的名义担保 Love Note 不会轻易被任何人买走 好 好了 大家去工作了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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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hospice 姐 是你放出去的风声吗 你说那个收购新闻 我们不是说好了 再给我点时间 未必收购才是最好的方式 嘉鑫 不管你信不信 这个消息不是我放出去的 但说实话 我不介意市场有这样的反应 你也知道 我的工作是用钱来省钱 资本是有成本的 朋友归朋友 生意归生意 作为朋友 我很愿意相信你 但作为生意伙伴 我真的很难相信一个职场新人 会在短时间内解决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 姐 我一定会拿出让你满意的方案 说起来总比做起来容易 我再给你一周时间 如果你拿不出让我满意的方案 我会直接跨过你 跟金董谈说过谢谢 姐 你别担心啊 我这周就给你方案 你先去跟安娜谈 不过我看这个新闻中 出现了很多公司从没有出现过的 内部财务数字 这可不是安娜可以告到的 公司有内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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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啊 怎么了 亲爱的 怎么挨声探气的 你看看这个新闻 怎么办呀 赵总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什么 这个账号我全部看了一遍 我就因为是钱金金 而且第一个粉丝留言 说是钱金金小号 好像确实是金金金啊 咱们现在应用程式改版 能不能通过 钱金金和张浩先谈的故事 给咱们增加一波流量 赵总 嘉欣 不 顾总 叫你去她办公室 好 我不想拿金金金炒作 我们再找别的切入点吧 不好意思 你下次能不能注意点 谢谢 这不是曝光金金离婚的八卦娱乐社吗 你来啦 怎么了 金金姐打电话 说晚上去他们家吃饭 好啊 怎么了 我们的小顾同学也有苦大仇深的时候啊 原来当霸道总裁这么难 做什么容易啊 你昨天不是还劝我 要有信心吗 怎么今天就退缩了 我没有退缩 我就是 不想让你失望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 能够让你依靠的人 我也想尽自己努力解决公司的问题 但是我怕我做不好 今天我就一直在想 如果我要是许宁愿 我会怎么做 那是我想不出来 我说的都什么了 好 我说的都什么了 你怎么想这么好 我告诉你啊 你是你 我选择你 是因为你是顾佳新 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你 你知道吗 责任越大 压力就越大 不过你放心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远远 还好有你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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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说件事 说吧 这个是我刚刚过来找你的路上 碰上宋雪 她调出来的名片 这不是曝光潜晶晶离婚的假媒体吗 如果宋雪是那个幕后推手 她的目的一定不只是为了高垮晶晶 你意思是 离婚的是曝光 好 受害的 一个是晶晶本人 一个就是我们的应用 一定要查一查这个人 好 你专心做方啊 我留意送起来 饿不饿 饿了 你终于来了 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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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薪 来 金姐 给你和浩哥带两瓶酒 包两瓶酒 简单单 成衣满满 谢谢啊 来来来 欢迎欢迎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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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来就吃 那个大菜最后上啊 边吃边聊 尝尝我们家张浩的手艺 你看人家 不像有些人 老男外卖糊弄我 只要你愿意吃 我现在就跟浩哥拜师协议 可以 你们还是这么甜蜜啊 果然 还是年轻人有热情 你们俩也很甜蜜啊 怎么今天想着叫我们吃饭啊 我是想问 你现在公司的情况怎么样了 传闻都是真的吗 有人想要收购了 《爱情报》 加薪说要重新改版一次 说不定乱旧的回来 我想 给你们看个东西 同事还问我 这号是不是你的呢 我觉得比你大豪 更有生活价值 你要是这么说 我可就放心多了 其实今天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什么事 我想为你付出 不知道赵总 以下如何呀 你还记得 上高中的时候 我还是个小胖妞 每天都被人欺负 嘲笑 那时候 是你 站在我的面前保护我 后来 我遇到张浩 跟他结婚 又被他 处处爱着 护着 直到我离婚 APP出了事 我的第一反应 还是选择逃避 说实话 我已经逃避了这么久 这一次 我想要勇敢一点 也想保护你一次 让我 为你做点什么吧 可是今天 虽然我现在的影响力 已经不如从前了 但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 人多力量大呀 总好过你们两个人 孤军奋战的 其实今天 来之前跟金晶姐 通了话 我觉得呀 好够和金晶姐这次 加绯闻 真感情的事 其实很感人 用这个作为我们的切入点 其实对金晶姐 对我们都是有好处 那 早后没意见 没有 以前呢 是我自以为是的 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 不仅让我跟金晶的感情 有了很多波折 也影响了你们的项目 所以这次 我听金晶的 无论她做什么 我都会坚定地 站在她的背后 来吧 有困难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让我们一起战斗 来 干杯 干杯 一起加油 好 这次 是 咱们 我一样的 跟着我一样的 不咱们的 我一样的 我一样的 甚至我们 在我一样的 都会有很多 都会有很多 好 好 我们一起完成这个 不可能任务 来 来 来 三 二 一 加油 打字幕志愿者 杨莉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好了 太好了 姐 你觉得方案怎么样 这是你们只做了一周的方案 嗯 是 时间比较仓促 可能很多地方还不太完美 没关系姐 你有什么想法你就直接说 我想先听一下 你对这个方案主题的解释 我给你讲个故事 有一个工作一流 但对爱情很笨锁的女孩 当初坚定地想要做成老不弄子 是因为她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群和她一样 对爱情一窍不通的女孩 需要感情的辅导 她们觉得 只要有一个 能够系统教学恋爱招数 和技巧的工具 就可以帮助她们 找到爱情的秘诀 后来 她遇到了生命中的变数 这种从 完全不可能 到非她不可的感情 让她意识到 所有的招数和技巧 在真爱面前都不堪一击 只有真心 才是爱情的唯一动物 把这个方案 就是她的爱情心路 你说的这个变数 是你吧 没错 这次我们想 对爱不得进行改版 是一次全面的生机 我们会从技术性的恋爱指导 往内心深处导向改变 增加论团的社交板块 同时改变我们的大数据算法 从之前的条件匹配 改为内在吸引 在同一件事情上的喜好 加入匹配的权重 让更多渴望爱情 但又难于真爱的人 找到志同道合的另一半 说实话啊 纸筹备一周的提交方案 并不能达到我心中执行的标准 我们点套餐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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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帮你下班 看看 大叔 你来了 大叔 大叔 我有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我好像找到我们公司的内鬼了 我之前意外撞见 我还录了英语 我马上就要成为拯救我们公司上下的大英雄了 上次听了你的那番话之后 我已经大彻大悟了 虽然我的爱情是没有结果 但是我决定 在最后拯救顾佳欣一次 然后潇洒地走开 让她永远地记得我 你别笑 我认真的呢 要不是这次我抓到内鬼了 这个公司迟早要毁在那两个女的手里 所以 门给我听听你这实锤吗 我本来打算跟顾佳欣一起听的 但是看大叔你那么迫切想听 而且毕竟你又是自己人 那好吧 那我就勉强给你听一下 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的呀 他怎么说的呀 不是 你说话呀 他拒绝我们了 哎呀 你说话呀 你干嘛不说呀 他怎么说的呀 他说 他说他同意我们改版 真的啊 真的啊 他同意了 他决定注资了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改版 我太好了 再给你看一下东西 这什么啊 和我们之前调查的一样 宋雪确实有问题 他私下和安娜同情透露我们资金的问题 股东安娜收购我们的应用程序 从内部跟他交易 就安娜跟你说的 安娜虽然是想吃掉我们的项目 但她一直很忌惮宋雪 宋雪轻易背叛公司 这种人她不敢相信 我们现在合作达成了 她就当送我一个人情 这里面 是安娜和宋雪的来往记录 一切都是最好的开始 是 因为有你 一切才有可能 顾佳琪 是 什么事儿 不是 你怎么不敲门 你们那啥的时候 为什么不在门口挂一个寝物入内啊 验人 你找嘉欣有事啊 我怀疑安娜和宋雪 里应外合 我们公司有内鬼 就是宋雪 说说 那天我在咖啡厅碰到她俩 而且我还用了硬 虽然也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你生孩子打武动了吗 效果怎么样啊 打了能够打吗 瞬间上天堂 瞬间上天堂 什么意思啊 打了以后 就没有那么疼 虽然我没有录到什么有效的证据 但是我怀疑他们不是没有一点依据的 宋雪的危机爆发之后 她迅速地回到公司 取代了江岳的位置 宋雪在危机爆发之后 立刻回到公司取代赵总的位置 这很难不让人怀疑 这很难不让人怀疑 这不是她自己在背地里操作的 另外 回到公司的时机 为什么偏偏在金燕生病休养的时候 这也太巧了吧 宋雪如果抓住这次机会 促成公司收购 她就很有可能 她很大概率会上回成功 按照她的心意 自己的心意来控制老闻奥奥 总为言之 宋雪这个人非常可疑 建议你们一定彻查 约然 你说得非常好 其实我们已经掌握证据了 你们已经有证据了 安娜已经给我证据了 并且江岳已经发现 钱金燕离婚也是宋雪在操作 这个宋雪真是个害群之马 可是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金阿姨明明对她很好 不好意思 我上个洗手间 你去 喂 宝宝生病了 为什么不送医院啊 你听听孩子都咳成什么了 忙忙忙 就你忙吗 你能不能体调体调我 要不是因为你欠了一屁股债 成为老赖 我能出来工作吗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确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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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听几个做声音的朋友说 宋雪她老公家公司 马上就要破产了 宋雪应该是迫不得已 重回职场凭杀了 可当初是她几拨头 想要进入豪门 靠身子上位 现在又要靠出卖公司 来获取个人利益 这种人真是太让人看不起了 不管怎么说 还是谢谢你们的帮我们 我帮你们也只是为了 路见不平 拔刀相煮 毕竟我也是公司的一份子嘛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正案勿飞定律》啊 没有 你是说那个心理学效应吗 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 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 它总会发生 对对对 就是那个 网站上说爱情也有谋费定律 怎么说 当一个人有了出口的面图之后 一定会有出口的诱惑出现 一开始没有味道的感情 坚持下去就会越来越净 天哪 这也太准了 是吧 还有这个 很难追的对象 即便是追到了 基本上也不会常做的 真的假的 那我不是要放弃我现在真的男神了 你男神不是一天也换吗 我没赢 我们看这个说得好对 莫菲定律告诉我们 人类虽然越来越聪明 但是永远不可能彻底了解 世间的万事万物 容易犯错误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弱点 在感情中 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很难避免的 但我们能做到的就是 守住初心 及时止损 莫菲 太好了 马上我去看看 妈 我再去看您的路上 妈 我再去看您的路上 有时候和你说 我对应用程式拥有了新规划 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 突然说一半好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不不不 帮我跟医生说延迟几天出院 嘉勤最近对公司挺上心的 就让他磨练磨练 好啊 我这就请问你 哎 你面子洪润 是 完全不像个有病的样子 来 来 来 擦点白粉 就更像病人了 对 我急着把口红擦掉 对哦 病好胡 我这就去办 这就办喽 来 来 来 多喝点水 可以吗 好 小杏来了 妈 怎么样 最近好点没 老样子 没怎么好 您现在好好休息 什么都不许想 公司交给我和姜月 对了 妈 妈 最近我们在研究 Love Note改版的事情 这是方案 您看看 这是我们这次改版的核心主题 没错 谢谢 之前想到的方案 姜月 和我 我们俩在一起以后 对爱情有了新的理解 已融入到了这次的改版当中 让儿子给你讲讲 这次呢 我们主要是花园的三个板块 第一板块 我们更新了之前的一些伴儿 第二板块 我们更新的一些伴儿 我们也想联手打造一个 最伟大的伴儿 让每个年轻人 都能找到自己的真爱 对 爱是我们面对世界的武器 也只有爱才会让我们更美好 更针对于现阶段我们的用户属性 更针对于现阶段我们的用户属性 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休息 等您再回到公司的时候 我保证一切回到正规 我才离开公司两个月 暂时已经发生那么多事 现在真是年轻人的世界啊 我也可以考虑考虑退休了 可别 不工作到八十岁都不是您的性格 说好了完毕归照的啊 赶紧好起来 别想退休的事 嘴那么甜 我想跟姜月单聊几句 你们两个去买点东西给我们喝吧 不是 你聊什么嘛 我又不会吃了它 去吧 佳希 来吧 姜月 你跟佳欣 我跟佳欣挺好的 如果您想让我离开她 我以前可能会犹豫 但今天我想跟您说 我是因为佳欣才知道什么是真爱 是她给了我面对爱情的勇气 所以 无论您同意与否 我都不会轻易离开她的 你跟我年轻的时候认识一模一样 无论是工作或是爱情 一旦自己认准的 绝对没有放弃两个字 这是优点也是缺点 除非正好遇到那个值得的人 佳欣对我来说 就是那个值得的人 你们年轻人的感情 我也不想再管了 反正公司已经交给你跟佳欣 就放手去做吧 公司也到了该重新洗牌的时候 谢谢您 其实我今天也有件事要跟您说 关于佳欣的梦想 佳欣 来吧 金董 住院部需要你签个字 今天晚上你们一起留下来吃饭吧 最近为公司也辛苦了 好 谢谢妈 叫金董 金董 我先去捡个字啊 好 拜拜 干吗 我妈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就聊了一下工作 我 不可能啊 没那么简单 你妈要是知道你这么不信任她 一定会很伤心的 即使吧 我以前挺理解我妈的 不认识她 尤其是我爸走以后 她越来越忙 陪我的时间越来越少 我就不明白了 她那么工作为了什么 就为了金钱 名利 就可以毫无犹豫地抛弃我吗 其实 你可以站在她的角度想想 是 是 这次回公司 我坐在她的位置上 我才真的能理解她 当一个好领导 之末如荫 不付出时间精力 根本不可能成功 你能有这样的感受 我挺替你高兴的 说明你真的长大了 这些话 你应该告诉你妈妈 其实有时候我真挺不懂事 这么大人了 还天天着她生气 你们俩的误会 应该好好聊一聊 有机会吧 那我们都好多了 所以我在来之前呢 已经去过了医院 我本来想跨过你 直接和金总谈的 她怎么说 她说 她改变了主意 她想把赌注放在你身上 终止收购 招募合作伙伴 继续把项目做下去 不过你的方案 确实给了我一些惊喜 我妈真是这么说的 你没有孩子 是不会体会父母的苦心的 不再想回家 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 一共有两件事情 第一 最近外面风言风语 都在说我们公司要被收购 今天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 不可能发生 我们已经平稳度过危机 并且得到了新的资金 爱情绪即将改办 我需要你们打起精神 第二 最近公司内部出现了特殊情况 有人在公司危机关头 出卖公司利益 勾结外部 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总经理 宋雪 不会吧 顾建 我需要你说这话的时候 考虑一下后果 在座的都知道 我宋雪在这个公司这么多年 一直是兢兢业业的 要是今天落了你这口舌 恐怕不太公平吧 就是啊 宋总都已经是公司老员工了啊 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对吧 年纪轻轻 没有证据就肯信口开河 你们要的证据在这儿 这里面是宋雪 私下联系收购公司负责人 试图促成APP收购的 邮件往来和通话记录 怎么可能 这么可能 这 张晓月 这怎么可能 你这么想 怎么会是这样的 张晓月 这就是这样的 赵江晓 这些是你干的吧 我早就知道你对我不爽 怪我的人能这么长时间 在这儿等着我呢 作为女人 我很理解你 但是为了一己私利 就背叛公司 这无论如何都是不耻的行为 赵总劝过我 想要放你一条生路 但是你今天不知悔改 明明做错了还在狡辩 现在 你被开除了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金董的 就算宋总 做了什么对不起公司的事 你也不应该这样 两三句话 就算定罪了 就是开除了 对啊 这这事就要关错了 有证据 是吧 我今天开除了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你跟顾总谈得怎么样了 他说还要考虑一下 那咱们随时沟通 你放心 我会配合你完成对 拉乎闹腾的收购 是有证据的 是有证据的 就开除就开除了 我同意嘉欣的决定 听到 嘉欣给我的证据 我已经全部核实 李生 给他们看 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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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董 被开除的人 无权继续参与林克的会议 你可以走了 我今天还要开除了一个人 谁啊 这 就是我们的代理总裁 顾佳欣 顾佳欣 顾佳 啊 你要开除 你有疑问 没有 我同意 那就行 我们三会 赶紧工作 就行了 是吧 待会再聊 走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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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真的自由了 能走了 是啊 你不想的话 我 没没没 以后有什么规况 我打算 抓紧身高训练 就是塞测呗 我知道您可能 不会理解 但是塞测对我真的很重要 你以后的事我不会管 姜月已经跟我说了 这个是嘉欣第一次参加比赛 获胜时和的录像 一开始 我跟您的想法一样 觉得赛车 又消遣时间 又很危险 但是后来我发现 就是她生活中的高光点 只有在赛车的时候 她才是最自由 最快乐的 您是她母亲 您一定也希望她快乐 所以 今天请您好好考虑一下 她的梦想 给她一点空间 我们觉得好的 未必是她想要的 原来你们在医院聊的这个 我需要是你妈妈 给了你生命 但是我没有决定你人生的权利 你喜欢赛车你就去吧 人生难得 有自己喜欢的爱好 妈妈一定会支持你的 其实康哲的事情 我非常遗憾 我欠你一个道歉 也欠她一个感谢 让你追逐自己的梦想 算是我对你们的补偿 太多误会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是我太幼稚 太多误会 和任性 妈 对不起 别说煽情的话 甜言蜜语 留给跟女朋友说 你怎么回事 以后我保护你们 赶紧工作吧 别浪费时间 工作 恭喜啊 我们赛车小老子 终于重获新生 重获自由了 低调 低调 这比赛可要告诉我们 我们都去跟你交友打情 我来当劳队 对 我要 我要 别人被四肢都愁眉苦脸了 到家庭这儿到城去喜事了 够上就是够上 我们是不是得去庆祝一下呢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是不是 我让我请大家吃饭 好 那我们今天是 张了赵总家属的光了 可不嘛 过了今晚我就只剩一个身份了 是吗 赵总家属 是吗 thanks 赵总家属 幸福啊 好幸福啊 赶紧帮忙收拾吧 你帮忙收拾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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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你上诺赶紧吃饭 来 是 是 大家都酒足犯榜了吧 玩个游戏吧 玩什么游戏啊 玩什么游戏 真心话大冒险 输的人干一杯白酒 我快来问你吧 到那么多 到那么多 来 轻盘游戏开始 转屏环节 来吧 真心话 真心话 你跟赵总 谁新双 谁喜欢谁的 这还有问吗 应该是 你喝醉那次 我就是个爱无能 我不会谈恋爱 我也不知道怎么爱一个人 很痛苦 是我第一次 看见你难受 当时我有特别想要 保护你 看来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小姨妈呢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嘉欣的呀 什么时候也 现实与想象偏差太大了 请你以后多多了解你会下誓 我又没输 我干吗说呀 我又没输 我又没输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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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干杯 来 江欣 我们赵总以后就扣付给你了啊 给他好点 放心 那行呗 那我们走了啊 好 干杯了 再见 拜拜 拜拜 小姨妈 要幸福 放心 有我照顾她 她怎么可能不幸福 那我送送你们吧 我们上路 回家呀 你们玩够了吗 要不我们去艳人家进行下一趴 咱们去吧 我就不去了 我也不去了 我陪女朋友 你们瞧瞧这爱情和酸臭味 我们赶紧走吧 撤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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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回家吧 现在先不能回 我另有安排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去看看 过来 我的车 打开它 我 我 爱丽丝 我 我的寶寶 想死她了 不是 不是 你从哪儿弄的啊 你妈那儿啊 你太厉害了 你还改装了 对啊 我把她这么搁弄的 这样就可以 快乐的骑车 做你想做的事儿了 谢谢你 开不开心 嗯 幸不幸福 嗯 那你亲我一口 啊 或者说 我说什么 你恃就马上 我 你爱你 挺有的 我 我 都看你 你爱你 我 你爱你 说你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Oh say you love me 你现实配的秘迹 我现在告诉你 Say you love me Say you love me now I will always love you Now it's true love It's my love It's true love 每一生能复当成爱 A dic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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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在公司 记得吃早饭 帮帮战友 你圆满完成任务 玫瑰很漂亮 对了 你没发现头盔的小秘密吗 我们的应用程式正式启动改版 这是一场应战 各部门按照我刚刚分配好的工作内容 自行规划你们的工作计划 尽快把你们的成果汇报给我 为了给技术部门留出足够的时间 做应用程式的调整和优化 我们会先做改版前的预热活动 关于钱津津付出的预热 公关部发了几分方案给我 如果你们有好的提议也可以发给我 最近女王大会在网络上热度非常高 她的受众群体无论是地域 年龄还是圈层 都与我们APP的用户画像十分吻合 很多明星和网红登上这个节目通过自黑还有吐槽 获取重新翻红的机会 所以我在想 晶晶老师是不是可以参加这个节目 作为复出炒作的敲门砖 这个节目虽然热度是第一个人 但是里面的嘉宾和主持人 一个比一个毒舍 只要你有一点点的黑历史 就把你拉出来做文章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方案 我回头跟晶晶商量一下 如果这周没有更好的想法 就暂定这个 你回头做一份方案给我 好了 为了我们APP牺牲 大家行动起来吧 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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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 来 看一下数据 自己看一下 每到这几个弯 刹车不古断 开油也不古断 你看你自己的曲线 每到你体力下降的时候 你的老毛病又回到你身上 跟你说了多少评 你怎么老忘 康哲如果那个时候听我说这句话 我回来 我家体能 我能克服 能行吗 再来 大家都过来一下 业人做好了 关于钱天天的方案 你们都看一下 尝尝 没关系 你好 wahrscheinlich 你好 미국 rez disease 疯人 在世 臣 Social 有 你说 你 有 瑚 想 心 好 肖子 节目组同意 紧紧 Wilson 点 sever了 女王大会 喂 你好 好 佳優 真不容我陪你啊 不用了 你安心工作吧 等我好消息 那加油 我先去了 加油 走了 今天这个选题 跟之前发给我们那版不一样 我觉得存在歧视赢党 能不能换一个 赵总是这样的 本身吐槽自黑 触及敏感话题和黑料 就是我们节目的特色 而且我们现在内部都是竞争制 如果这一期没有上一期有爆点的话 很可能会被延后排播 我也是为了节目考虑 对啊 赵总 这个问题呢 我之前跟节目组沟通过 我觉得吸睛一点的标题 可能更加能帮助我们应用选择 可是今天刚经历过一堂网络的暴力 我真的不想他 没事的 我觉得这个选题不错 也不算违背之前的主题概念 你放心 我没问题的 真的可以吗 那好吧 你怎么还没装发啊 来得及吗 要不然我联系下 另外一位女嘉宾的装发团队 过来帮忙一下吧 不用了 我今天 只想把我最真实的一面 展现给观众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下面让我们欢迎 今天第一位发言的嘉宾 过气恋爱女王 钱津津小姐 教人谈恋爱也成一种职业了 手把手将你一个月脱单 爱情暂时六计 我看就是打着真爱的名号 去骗那些年轻人 简直就是哗众取宠 谈恋爱女王 就是下谷女王 这个嘉宾说话是比有点太过了 等一下 再看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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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说的 你怎么说的 你怎么骗子 骗子啊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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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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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拨叫的用户正吗 请您稍后再多 对不起 订阅员 没事啊 咱还有时间 再加把劲 不是 可是我总在后半段掉链子 佳鑫 最后那个玩是最强时间的 你为什么每一次到玩 手都要 我知道 那你就不能把这手要给我顶住 把速度冲上去吗 好 可是我总在那个时候想到抗车 有时候赛车呢 你要战胜的 不是任何人 你只要战胜你自己 我给你 那么可笑 那么我们能不能先暂停一下 赶紧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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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对的,我的确是有两副面孔,但那副面孔,早已经在我十九岁的时候,就被我丢掉了。 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再回想起那段过去。 相信,我又胖又丑的黑历史被批图,被做成表情包,已经全网流传了。 甚至我自己也会用我的丑照表情包。 没错,我以前是个胖子。 我很暧昧,跟喜欢的人表白,被拒绝,被同学嘲笑。 于是,我开始拼命地减肥。 不吃饭,只喝水。 后来,我在家里饿晕过去。 被好朋友发现,送去医院。 我只是想被人爱。 我相信恋爱有方法。 我想找到这种方法。 让那些和我一样的人,都能够得到幸福。 可是我慢慢迷失。 我把得到别人的爱和关注,当成我存在的全部意义。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得到真爱的第一步,是接受自己。 只有享受和自己的约会,才能享受和别人的旅途。 得到真爱的第二步,是学会勇敢。 勇敢去爱你爱的人。 最后我想说的是,真爱靠的不是技巧,而是每个人的真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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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辛苦了。 没有,下次继续合作。 好好好,谢谢。 客气应该的。 辛苦了,聊到。 没有,没有,下次合作。 今天辛苦了,大家。 我们回去可能得加加班了。 。 喂。 刚刚在录制现场呢。 你打电话给我了。 没事。 我就是想你了。 训练不顺利吗? 没有。 你下班我去接你吧。 我今天可能要加班。 没事。 我等你。 好吧。 再见。 嗯。 走 姜悦 哎 烦死了 人家不早 那我先回去了 你们都要小心点啊 哎呦 接来了 哎 赵总 报警点啊 他们羡慕死了 什么时候可以有这种爱情 行了 别羡慕了 咱潇洒叫洒去吧 走呗 走 我不信了 我要去找齐恒 艾燃呢 艾燃你去不去 那我也不去了吧 好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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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客啊 哎 你慢一点 大叔 我在附近开会 顺便过来看看 一起吃饭吧 上车 我跟你说 刚刚 刚刚走 你先看 怎么啦 怎么了 让我抱抱你 当然了 怎么了 其实最近因为训练的事 失眠好久了 迟到你在工作 所以没跟你说 是因为训练强度太大了吗 不是 训练强度还行 就是比较担心 担心什么 总是忘不了抗拙的事 之前我什么都不在乎 可现在不一样了 有你 有我妈 我担心我万一出什么事 你们会难过 别这么想 你要相信你自己 不要想意外 也不要想结果 没有人要求你 一定要拿这个冠军 只要你还享受赛车 我们都支持你 我相信你 真言 谢谢你 好了 别想太多了 好好睡一觉 好吗 谢谢你 现在数据怎么样 节目上线两小时之后 我们的点击量 已经突破了两千万 在我们的热词 还没有登上榜之前 关于钱晶晶节目金剧的热词 已经占据微博第四 风评呢 一开始开评比好评多 不过现在局势都在逆转 出现了很多 帮助钱晶收话的主持 钱晶晶自己的微博小号 反思也在回流 好 赵总 赵总 我们要不要捆绑 APP和钱晶晶的热词 再冲一波热词啊 还不着急 金属部那边说 再过一个小时 节目会到达一个高峰 你们先准备好物料 一个小时后 多个平台一起发出 太好了 改版上线之前 我们的数据和热词都有了 大家辛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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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燕确实挺有想法的 今天那个吐槽节目火了 APP的预热宣发的流量 比预计的还要好 这和我们Love Note的三身炸 打得非常漂亮 来 边吃边说 从桌下开始 你就一直讲风作 我们都好久没口吃饭了 是啊 最近太忙了 你训练怎么样 我听阿玲说 进步飞快啊 阿玲 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我加他微信了 拜托他多照顾你 毕竟我这儿忙 也没时间陪你训练 他是陪你最多的人了 我有什么事啊 我都会告诉你的 你不用听他瞎说 你吃醋了 你天天忙工作 都没时间跟我约会 我的醋都快成成酿了 那你不也天天在训练吗 姜云 一周以后 我摩托车比赛 你到线上来看我比赛吧 一周后吗 嗯 我看看啊 那天刚好是 应用程式重新上线 还要做个直播 就是公布 三个月脱单那事 没事 没事 都准备这么久了 我理解 我尽量让他们早点直播 赶快去看你比赛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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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我们在做什么 好 搞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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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谢谢 好 怎么样 可以吗 谢谢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小组 好 让我们一下 让我们一下 来来来 来来来 放这儿吧 好 不要了 直播顺利 也祝我比赛夺冠 年薪工作 我比赛结束 一定会第一时间来找你分享 我的荣耀 赵总 设备已经架好了 随时可以开始直播 好 不要那些设备了 只有手机 不够换个地方直播 什么意思啊 好 好 好 装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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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什么呢 怎么刚才愁眉苦脸的呀 西红 你说 父母应该干涉孩子的感情吗 我觉得啊 大部分父母的属众 都是为了自己孩子好 他们只是不希望 自己捧在手心的宝贝 到别人家又受气又受苦 但是如果他们 根本就不了解实际情况 就想控制你呢 要不 咱们上爱情网站上查查 和父母沟通感情问题的时候 要尽量求同存异 你无法控制父母的自我标准 但你要尊重他们的意见 同时明确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 让他们明白 你已经思虑周全 绝对不是一时冲突 有时候父母作为局外人 更能看清你们的感情弱点 所以不要一味地排斥他们的建议 把他们的观点带入进你们的感情 清醒地筛选出你的爱人 不要被冲突的感情冲环头上 傻瓜 你放心吧 有我呢 以后这些问题咱们一起面对 好 干杯 词感情 这个我不知道 没有 我自己喜欢 有什么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2021环球青年摩托车体标赛 苏江战的股权现场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莫 各位好 我是主持人小美 那本次比赛呢 最有幸胜利的两组选手 分别来自两个老孩车队 分别是太阳神的 未冕冠军 卓森 以及和平鸟的实力选手 投阵飞 好 这边 好 这边 好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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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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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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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办哪加 来 这边 好 这边 来 这边 来 这边 来 看一下 这边 你看 来 看一下这边 等着我回来 加薪 加薪 中夺贷屏 赢得军金 你怎么来了 你今天不是直播吗 我不想错过你的比赛 想跟大家一起见证你的胜利 加油啊 你一定行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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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我们重要的暖排时间 各位选手都在第一次的调整 与赛车的最佳状态 感谢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三个月前 我曾经立下一个戳单 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介绍 男朋友顾佳馨的博特球比赛 也想向大家分享 我在与勒斯诺 共同成长的这三个月中 我真的收获了珍爱 好 甘心加油 甘心公公加油 甘心公公 与手 非常好 求求大 市政府 194年 最爱 我们一起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我们一起期待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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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排队第一位的 是八十五号选手和森 那七十二号选手侯任威 去体育学后啊 马上进入到下一个弯点 好 我们可以看到四十六号选手顾佳欣 真的也是威胜的人啊 她是在寻找一个合适的节点 来进行超车 好 抓住 弯角超车 四十六号选手顾佳欣 干得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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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左圣的圈数已经过多了 咱们靠近终点之前 这样的一个排名 是否会发生一个变化呢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比赛进行得非常激烈啊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目前七十二号选手候震靳薇 兄弟的七号弯道 这是一个高速弯啊 一年以来 七号弯的这个事故 是要比其他弯道高出很多的 八十五号选手罗森 顺利驶过七号弯道 依然领先 第二名和第三名的 侯震威和顾佳琴选手 也奋力紧运 七十二号侯震威 发生了侧翻 不不不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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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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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贾欣 三个月以后 你要亲自到赛车场 看我们比赛 我会用冠军奖杯 尽注你的康复 赛车到最后 要战胜的不是任何人 只有自己 你喜欢赛车 你们去吧 人生难得 有自己喜欢的爱好 妈妈一定会支持你的 不要想意外 也不要想结果 没有人要求你 一定要拿几个冠军 为了你的梦想 我们都支持你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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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一幕 最终发生在了 比赛最后时刻 四十六号选手 顾佳金 完成了闪地超越 两项风风 好好出现了 那本次的冠军黑马 四十六号选手 顾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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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证佳金的胜利 谢谢大家支持 我们新改版的 爱情之路 希望大家也可以发现 自己的爱情之路 我们的口号是 全新发展爱情的 唯一恐怖 佳金 上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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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 谢谢 上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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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Sacha 杰 Ford 秦 smok 嗰老 嗨 嗰老 嗨 嗚嗨 祝贴 grâce你 decipher 北京 Thiago 豪提icus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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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姜云呢 兄弟 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刚才我接到了 麦迪车队老板的电话 麦迪 麦迪 这我和康臣最喜欢的一个车队 对 好 走 姜云呢 来 来 来 大家举个背啊 今天要恭喜我们佳欣 拿到好成绩取得冠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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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杯 谢头 谢林子 谢大家 没有你们 就没这个冠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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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最想感谢的人 大概不是我们吧 啊 嘿嘿嘿嘿嘿 谢谢 姜云给我太多了 不只赛车 还有生活 宠妻狂魔啊 又开始了又开始了 又开始了 早知道我把我女朋友带来了 是啊 今天就是该散了吧 狗粮肯得我直咳牙 你们习惯就好了 以后这种狗粮还很多 哦 我说 今天应该是我们车队成员 聚得最齐的意思吧 除了康哲那小子 这么久没见了 怪想他的 要是他在就好了 今天嘉欣 迎麦迪车队的邀请 参加全球军会赛 如果康哲那小子能醒的话 他一定不会出过这场好戏 是啊 嘉欣 你多去康哲那边吹吹风 刺激刺激他 这当睡美人多没意思啊 让他醒来和你一起赛车啊 麦迪车队 来 这事你没跟姜迪说呀 比完赛他们车队经理 让我进他们车队 参加明天巡回赛 姜迪你不知道 麦迪车队 可是世界顶级车队 他的车队成员和赛级啊 那都是世界顶尖 嘉欣算是正式走上 摩托车手的职业道路了 对 本来难道回去跟你说呢 这么好的事 怎么才跟我说啊 我当然支持你了 来来来 庆祝嘉欣 签约麦迪车队 好 来 干杯干杯 加油啊 加油啊 加油 你们车队的人关系都好好啊 是啊 今天这顿饭以后啊 那就是我们队的 替我谢谢他们啊 你走之前 我找时间请他们吃个饭 好 晓月 嗯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啊 刚刚吃饭 怕伤我面子 所以没说出来 怎么会呢 我当然要支持你了 可是我要去国外 走半年 走半年 半年 半年都见不冒面 那没关系的吗 半年很快 我努力工作 你好好训练 半年一眨眼就过去了 嗯 你就 你就不会想我的吗 当然会了 好 我们可以每天视频 如果有空 我也可以飞过去看你 嗯 我去洗漱了 你找个花瓶 把那个花插起来 好 真乖 去吧 嗯 去吧 我要等爸爸了 他只要给我惊喜 我 婚还没求呢 我都没求婚 你不能帮我忙 杜姐 能不能帮我忙 来 来来来 怎么了 月月 我爱你 你怎么了 不早了 你去休息了 这才几点 不不 我给你按摩 我们刚吃完 你忘了 对对 放车 不行了 你现在 盖上杯子 走 盖杯子 怎么了 张迪 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哥们儿说到做到 我把冠军给你拿回来了 快点点 蒋梅的重量 伯伯 对 我还有个事跟你说 我说完你可别从床上给我蹦起来啊 MIT车队联系我 让我加入他们车队 明天参加巡回赛 没请 你不認真了 你不认真成完 你不认真了 还不知道 让我记得咱俩 你不都拿». 你不记得不认真了 你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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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还要办一件大事 祝我好美 姜月 马达他们组了一个局 说要帮我庆祝夺冠 今晚就不宜急吃饭了 好 去放松吧 进 赵总 我想辞职去深圳 我之前给你提过的 发一个离职邮件给我 我今天就批准了 然后你跟人事那边 对接离职的日期就好了 好 对了 同事们说想给我办一个 小小的换送仪式 你也去吧 好啊 什么时候 就现在 现在 嗯 他们都没下班吗 他们都已经布置好了 就等你了 哦 你们在哪儿办啊 会议室啊 在天台 子豪说了天台有夜景 可以一起欣赏美美的夜景哦 好 走吧 走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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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啊 啊 我突然想到我手机落工会上了 我去取一下 那我等你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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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就来 你先上去吧 哦 好吧 嗯 Adjust 封面 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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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嗯 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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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鑫 我不愿意 你说什么 你说你不愿意 什么 这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可是你都已经 我怎么了 别扯了 别扯了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结婚是我能想到 给你最好的交代 你别瞒着我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怀孕了 你是不是还没想好要怎么告诉我 我没怀孕啊 不可能 验孕运帮我都看到了 那不是我的 那是晶晶的 怀孕了 那要告诉账号吗 不行 先缓一缓 我觉得还没有到时机 那我先把你藏进来 嗯 好 是晶晶姐的 对不起 展远 虽然是个乌龙 但是我这次求婚是真心的 我本来也是打算 再去国外之前 跟你求婚的 可是你为什么不答应我 我觉得 我们俩才刚在一起 我觉得太快了 你先别拒绝我 我们慢慢来 好不好 你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好 我就这么被 我就找想一个拒绝了 如果一个女生拒绝你的求婚 发消息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 是什么意思 胡说八道 嗨 多谢 喂 嘉欣 昨天晚上 你跟小姨妈到底什么情况 就你们看到的那样呗 被吴婷地拒绝了 回流流都回家了 为什么呀 我想你一晚上 白思不得其解 我觉得 小姨妈可能是有点别的打算 怎么说 许妮远来公司了 没有带秘书 我觉得不像是来谈公司的 但自己什么状况我也不知道 许妮远 我感觉小姨妈拒绝你 是因为心里多多长长 还要演许妮远的影子 不行 我得去看看 是这样啊 我今天是来跟你告别的 你要回去了 嗯 坐完交接就走 一路平安 谢谢 公司还是会继续和 做合作的 这点你不用担心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需要我做的 尽管提 我一定全力以赴 谢谢你 这次走 我应该就 不会回来了 什么时候飞机啊 走之前一起吃个饭吧 你请我吃饭啊 你不怕顾佳心说你啊 吃饭就算 走之前正式拥抱 道别一下 好 来 干嘛啊 你怎么来了 别说 我保护你 许妮远 你趁我不在找姜月干嘛 找姜月 当然要趁你不在了 趁你在还能行吗 行了 我马上要出国了 姜月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过来跟她告个别 行 告完别了吧 好 回吧 祝你一路平安 谢谢 我怎么听说 有个人煞费苦心 准备了一晚上的求婚 结果被拒绝了 可笑 加油 我走了 一路平安 你怎么突然来了 好 曹帅了 曹帅 我就是想问你 拒绝我是不是因为许妮远 顾佳希你是傻子吧 从我答应你做你女朋友那天起 许妮远就不在了 我知道 我不是被你拒了没安全感吗 那你为什么拒绝我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我都没想出来 不想跟我结婚 不是不想跟你结婚 嗯 我是 不想结婚 嗯 为什么 我现在还没完全适应 两个人在一起的状态呢 我们会住在一起 会有小孩 会有矛盾 我还是适应不了 什么事 唉 妈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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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快回去吧啊 有什么事等我晚上回去再说啊 哎呀 快点 我想你 可我知道 晚上回去什么 拜拜 我怎么看了你 急 好急啊 空工资 给你们惯了 嘉欣求婚的事你 还好吗 杂叔 你该不会是在担心我吧 没有啊 就随便问问 没事儿 我早就释怀了 我李嫣然年纪轻轻 长得那么漂亮 何必在他一棵树上吊死他 怎么了 还是要为自己儿活的 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 我还怕你 等我走了之后哭鼻子 你已经决定好什么时候走了吗 票还没定 大概就这两天吧 怎么走得那么着急呢 我还有好 我还有好多好吃的地方想带你一起去呢 那就不要去了 等你来找我的时候 我请你 好吧 那你什么时候去机场 你告诉我一声 我送你 好 打人的毛病得干呀 顺多喜爱 说我该怎么办呢 你说你跟小姨妈谈个恋爱 怎么性别都对调了呢 他就像个不解风情的直男 你像个换得换失的小女孩 我跟齐恒 每天相隔十万八千里 也没像你这么矫情的 你不明白 你试想一下啊 你一惊心为齐恒策划一场婚礼 他二话不说就给你拒绝了 你绝对不会比我现在更淡定 好了好了 你不要那么激动嘛 我知道你挺难过的 主要是我马上就要去国外训练了 我去之前赵正月又不答应我 我训练我都不踏实 不行 时间谨慎无重 这婚必须得结 不然我们找晶晶姐 看她有什么办法 靠屏 来 姐 你好 晶晶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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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嘉欣她重婚被拒绝了 这件事多多少也跟你有关 你能不能帮帮她 姐 你救救孩子呗 你那恋爱教程有没有男版的 那你快跟我说说 为什么被拒绝了呀 小姨妈说她只想享受恋爱的快乐 她真是这么说的 那看来傻姑娘 总算是长大了 她还说她不是不想跟我结婚 她是不想结婚 你不结婚 你不能谈一辈子恋爱吧 赵正月这也太渣男了 看来你们谈恋爱 恨嫁的不是江月 而是你啊 其实我觉得吧 这事你也别太着急 恐婚的人大部分在恐惧什么 很多时候是害怕亲密关系 会让人失去自我的边界 你需要把自己的生活 和另一个人融合在一起 姐 我具体该怎么做 不然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同居试婚 两个人在同屋檐下时间久了 也许江月就会慢慢适应 你们婚后的生活状态 好主意 我说这个我说了不算 你们帮忙说出来 放心吧 没问题 总之啊 别太继续求成 你也知道的 江月的性格就是比较慢热 我顾佳欣后半辈的幸福 又着落了 谢了 姐 别客气啊 你继续加油啊 拜拜 静音姐 行 我回去准备了 帮忙说说啊 嗯 好 提示室 要去哪儿啊 无价可归了 你得收留我 进来吧 什么情况啊 那个 你别提了 我说啊 房子用收房结婚了 说不给我许租了 跟我说啊 这不是钱能解决的事 那 进屋收拾收拾吧 好 你收拾啊 好 走你 你醒了 睡得怎么样 还可以 挺好的 饿了吧 嗯 嗯 你醒了 哈哈 晚安 慢点 你好 吧 好 你睡了 好 你睡了 哦 这是 你做的 还有造型 你安心上班 家里的一切交给我 你不去训练了吗 你不答应我 我哪有心思去训练啊 我收假 专心陪你 那好吧 等我回来吧 抓住一个女人的心 不如先抓住一个女人的胃 面对恐婚的伴侣 如果你主动提出为她做饭 那她一定会觉得 你是冲着结婚来的 从而进入警戒状态 但是呢 在她脆弱或者忙碌的时候 你要抓住这个时机 使出浑身的蟹蜀 为她做一顿美味的海鲜蒸 攻破心理防线 然后呢 再说一些真心话 这样就会事半功倍 江月 今晚加班呢 是啊 我在加班呢 你先吃 不用等我 太棒了 点住我眼 那我先去赛车上训练了 今天晚点回来 今天呢 注意到家长在 同学回 在家到底这样是吧 少吃而且营养 不少 在那中间我们全会议 你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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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什么 说 敏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 赵总 人家每天都这么浪漫的吗 花掉了 来来来 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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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佳心是和赵总已经开始同志了吗 这也太有心了吧 知道我们还不止今天就来 把饭都准备好了 做丰盛的嘛 我们要不走吧 怪尴尬的 不太好 别别别 来 欢迎 来 坐 没事吗 不打扰了 不打扰了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你来坐 你来坐 你不是去训练了吗 我提前回来了 我还行 休息 休息 休息啊 您坐啊 自己 自己来吧 没想到佳心真的会做饭呢 我 我想到 会一点 会一点 那个 反正虚伪有点尴尬 是吗 你这么点 赵总觉得太幸福了 饿了吧 饿了 加两个 加两个 来 来 给备点白的啊 有 白的 白白的 太白了 太白了 来 马上啊 好 我家心做饭不吃 你看 看着 我 不得了 有一粉丝提问啊 曾经的约会对象 和身边的朋友结婚了 一起聚餐才发现 他原来是一个 顾家又会赚钱的好人 但为什么 之前和他的几次约会当中 都没有发现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 这是一个好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在我们初次的约会当中 我们会对对方进行一次 负能评分 比如说 一作不得体 扣分 餐馆不合适 扣分 说话不有趣 还会被扣分 这种扣分的行为 会导致你的思路僵化 情绪下行 从而导致你没有耐心 去发掘对方的另一面 解决这个问题 非常地简单 只需要一个咒语 事物都有两面性 懂得双向思考的人 才会挖掘到事物背后的隐藏信息 而且往这个方向去想 会让我们发掘到它其中有趣的一面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在这个世界上 任何的事物都有美好的一面 只要我们懂得双向思考 就会发现事物美好的一面 别忘了 您保重 辛苦了 大叔 好 好好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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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你怎么来了 我答应过要来送你的 我不能食言啊 你去了那边 一定要记得想我 等我走之后 你加油工作 我走了 快点儿 欢迎请坐 欢迎请坐 欢迎我 嗨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你怎么上来了 我偷偷溜上来的呀 骗你的了 我辞职了 我正打算出国服个假 你不再领课工作了 嘉欣哥哥比赛夺冠了 我们现在应该呢 也成功上线 一切都那么好 那我就功成身份追求自我呗 那我们 还真就顺路了 是啊 我们居然顺路 而且还做同一台飞机 真是想不到 这也太巧了吧 路途那么遥远 我们一起听听哥看看电影吧 这是我这几天最喜欢听的一首歌 我现在这首歌的时候呢 我就感觉 好像自己在蓝签上面翱翔 但是我也有点适合 为什么那么又来得及吃了 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上去 反正我都怪我卧着 我卧着一条小船 我说你们这首歌 我看你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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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女孩都能穿的 就这套吧 你很实用 我觉得呀 我们应该给金姐的宝宝 买一辆小机车 特别帅 还不然他华着男孩女孩呢 但是女孩肯定不喜欢 女孩也能骑 女孩 不然这样 我们都背着 让孩子自己选 我看是你想逛玩具店吧 爸爸 这是 小兄弟 你就不能碰瓷啊 我哪儿有你这么大的孩子 爸爸去哪儿了 小朋友 你是找不到爸爸了吗 小刁姐姐 我爸爸不见了 男女叔说不清啊 你这 这是我女王妖 我连小孩做你都吃 我们一起去找爸爸好不好 小刁姐姐 小刁姐姐 你这个叔叔欺负我 没有 这样 哥哥给你买玩具好不好 不说 我想要小汽车 叫哥哥 叫哥哥给你买 走 走了 真乖 走 我回想要就是旋转木马 小朋友才玩旋转木马 麻烦你了 你是不是小朋友 哎呀 走 旋转木马 哎呀 哎呦 谁上来了 哎 哎呦 你看这孩子一件玩具 就像见到父母一样 是 喝啊 不说 我长得这辆黑色的 这辆拉法更帅 我喜欢黑色嘛 这款黄色更好看 你看 你哥哥我是赛这个手 你得听我的 我 我就有黑色的 你这什么品味 你才什么品味呢 喝 哎 你们都别整了 这个书特别好 这里面 各种车的这个款式 还有用途 买这个吧 诺书 我觉得要是辆红色车 也不错 你这 行 刚才用许诺给咱咱买了 是不是 现在爽约那 绝对不是男人的剧构 拿下 玩小汽车要结合知识才行 这种书籍是对孩子 很有帮助的 你看 这里面写得多详细啊 行 都买 好不好 都买 好 哥哥 我饿了 你这小家伙 饿得知道叫哥哥了 走 吃饭去 喂 好 你小家伙你 我这孩子 走丢了这么高兴啊你 我看他就不想走丢的 自己出来变是变和的是不是 一共四十五块 谢谢 谢谢阿姨 谢谢 看你们俩这么年轻 孩子就这么大了 我老婆 我老婆漂亮吗阿姨 这么漂亮 一看就是个好女孩 我儿子要能像你这么争气啊 就是睡了中眼的消息咯 阿姨 这都是缘分 遇到了就再也不想不动开了 有事吧 老婆 是 你叫我老公吗 你说得对 老公 喂 你好 喂 对对对 孩子在我们这呢 你爸爸妈妈 你放心 您放心 没问题 你给我发个地址吧 好不好 怎么了 孩子父母找到了 那快走吧 走 带你去见你爸爸妈妈好不好 马上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 是我的孩子吗 真的找到了 宰戴 宰戴 你去哪儿了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我们两个就一个不注意 就找不到他了 没关系 孩子平安就好了 麻烦你们了 没事 妈妈 这个姐姐是那个叔叔啊 老婆 老婆 我以后也要找上姐姐 非让母山娘的老婆 看你们这么年轻 是已经结婚了吗 我们快了 是吧 亲爱的 小小脸 我还到 那我们就先走了 谢谢你们 走吧 哥哥 拜拜 哥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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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给孩子买了点东西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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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先走了 那我们先走了 哎 你说 咱们俩以后的小宝宝 会不会像宰宰一样可爱 还不对 我还是喜欢小女 因为就能像你一样 又漂亮 又乖 我们都还没结婚呢 就想宝宝 你是不是想太远了 不远 咱俩结婚还不迟早 不是 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 都是耍流氓 亲爱的 应该不会是想耍流氓的 谁耍流氓啊 是真的 你有没有想过咱俩的未来 想过啊 但我没有想太多 在我的人生计划表里 还没有计划到这段 我不确定 我自己能做一个好妻子 好妈妈 怎么会这么想 你当然会是一个好妻子 好妈妈 但没有人跟我说过 幸福的婚姻 究竟是什么样的 在我没有准备好之前 我不想把一个生命 带到这个世界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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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这求婚真的无望了 赵湘玉好像一百条不想结婚的理由在等着我 我该怎么办 嘉欣 你先别气馁啊 以我对江月的了解 她对你的感情一定是认真的 不然她不会答应和你在一起的 至于结婚嘛 可能是她真的没有做好准备 我的建议啊 与其你这么来来回回的折腾 让她答应你的求婚 你不如好好想想 如何才能让她明白 你的爱不是阶段性的 而是持续长久的 哎 站住江月 你怎么来了 我刚好在这附近做产检 这不是嘉欣说 要给我送你们给宝宝买的礼物吗 你们买了这么多 二胎都不用了 这不第一次做干妈嘛 当然得好好表现表现了 哎 不过我今天晚上 答应我爸妈在家先回家吃饭 晚上就不能陪你吃饱了 没事 一会儿张浩过来接我 张浩现在呢 每天都盯着我吃饭 说什么 少油少盐 要健康饮食 外面的饭菜早就不让我吃了 嗯 晚上去你家吃饭 是啊 不是 这么重要的事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我都没准备 我这床内太随意了 我礼物也没买 没事儿 已经很好了 就吃个便饭而已啊 不行 不行 靳姐 你快救救我啊 跟岳父岳母吃饭 要注意什么 摊上赵江岳这个大侄女啊 也是委屈你了 行吗 靳靳姐 就来给你吃两招 听好了 哦 来了 哦 来了 妈 哦 你们回来了 快进来 爸 小顾来了 快进来 岳父 你好 你好 阿姨 我给您和叔叔带了点礼物 哎呦 小顾啊 你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 应该的 我饭已经做好了 你俩赶紧洗手 准备吃饭 好 先吃饭 先吃饭 吃完了再说 好 小顾 你坐 哎 老赵 吃饭了 哦 吃饭 来 阿姨 我来帮你 不用 不用 你坐 你坐 没事 没事 你去坐 好 坐吧 好 叔叔 您平时喝酒吗 过敏 好的 对身体好 那您抽烟吗 记了 好 你别理她 她是怕女儿跟别人跑了 心里委屈着呢 我可没这么说啊 叔叔 哎呀 终于可以吃饭了 尝尝我妈的三彩鱼 绝了 哎 动筷子 吃小顾 哎 好 来 尝尝 嗯 叔叔咸 阿姨吃 谢谢啊 你也吃啊 嗯 嗯 嗯 吃饱了 哎 好冲哦 嗯 阿姨 我帮你一手 哎呀 不用 不用 没事 你坐 你坐吧 你陪我爸聊天 对 好 好 会下棋吗 我是指的 哦 象棋 背棋什么的都可以啊 五字其算了 行 我一直想去旅行 但你爸太忙了 后来结了婚有了你 我就一心扑在家庭上 妈妈已经五十了 再不勇敢一点 就来不及了 嗯 我支持您 嗯 能做件让自己高兴的事 挺好 有你这句话 妈妈就放心了 妈 嗯 你觉得嘉欣怎么样啊 我看他眼神 我能感觉得到 他也是真心喜欢你的 爸妈这一路走来 磕磕磕磕 虽然我们没有拥有一段完美的婚姻 但这也不影响我们爱你 你爸从小 对你那么严格要求 也是希望你的未来人生 能比别人过得更好一点 爸爸妈妈也是真心希望 你也能够幸福 对了 小谷 你今天多大啊 我今天二十三 二十三 干什么工作 我是 我在公司 副业是摩托车赛车手 一月挣多少钱呢 收入的话 还可以 你这么年轻 你告诉我 你拿什么实力 让我的女儿得到幸福啊 嗯 叔叔 从我爱上姜月那天开始 我就从来没有质疑过 要和她相伴一生的决定 我希望 您能放心地 把姜月交给我 我会好好保护她 照顾她 尊重她 我会给她一个 永远的幸福 和快乐的家 行 我信你一回 哦 哦 对了 取下得不错 不是 我爸今天跟你聊什么了 男人之间的对话 帮我 看谁想知道似的 说什么了 答应她要永远然地幸福 为什么又走啊 时间 以后 我牵着下来就走 嗯 已经开始想你了 要不 你跟我一块走吧 那得问问你妈童童 嗯 那我晚上早点回来吧 嗯 就会跑 妈 妈 啊 我会做个手 哦 妈 妈 啊 妈 我看你怎么吃了 啊 妈 你怎么吃了 如果我吃了 你怎么吃了 你怎么吃了 我都吃了 你怎么吃你 我吃了 我看你的 我看你 好久不见啊 你在深圳怎么样 还习惯吗 我们特别好 你看 我和启航在这里 租了一个小开间 启航 好 这里不经也不贵 阿雄我收到了 好几家公司的面试申请 应该马上就会有工资了 你们呢 金姐的小宝宝怎么样了 宝宝特别乖 她是个小天使 特别心疼妈妈 一条都不闹 我们这么难得相聚 来我们运喝一个 那我就一茶代酒了 没问题 来 干杯 好 干杯 对了 我要给你们分享一个好消息 什么呀 等 你刚刚怎么不说 我跟你们说 我和张浩正式复婚了 恭喜恭喜啊 本来呢 我们想办一个小仪式 但是他怕我身体吃不消 就以后再说了 我竟然嫁了两次 我爱的这个男人 真幸福 你的嘉欣也不错呀 对了 嘉欣什么时候走啊 我听说他是要去国外集训是吧 他后天走 后天 那你还有时间跟我们聚会啊 他就跟他妈妈吃饭去了 话说 你真舍得让嘉欣走啊 这一走 可是半年都见不到面啊 不舍得呀 那怎么办啊 那都答应他了 也不能说话不算话呀 那走之前 我今天不想把他 讨牢了 这是 结婚啊 不然呢 我看嘉欣 恨嫁得都快焦虑了 不是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我怕 我们俩 真要结了婚 就真丑坟墓了 怎么会呢 好的爱情 是在一万次爱意消磨殆尽之后 再重新爱上对方 你要勇敢一点 不要什么事情都想得面面俱到的 不如啊 趁着男人 在热情值最高的时候答应他 不然 等你考虑好了 没准啊 对方都没有热情了 是啊 是啊 小林妈 我也同意 我觉得 爱情长跑并不是很好 还不如留一些新鲜感和神秘感 等结婚之后 慢慢踏下 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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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 来 来 新鲜姐和张浩复婚了 真好 是吧 是 你要是愿意嫁给我的话 咱们也能结婚呀 就是 现在什么都还没有准备好 怕你也委屈了 我不在乎那些 我愿意嫁给你了 我愿意嫁给你了 但是我不愿意 你看现在咱俩还在这个小房子挤着 表军 用这个 坐下来 来 谢谢你 我愿意嫁给你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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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介意再多个二十年 三十年 五十年 甚至更久 郑多喜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无论疾病还是健康 我都会爱你 保护你 尊重你 我七横说到做到 你愿意嫁给我吗 看 老公 老公 改账 改账 不许反悔了 绝不反悔 不许反悔了 我回来了 我不会 这个 这个 没有情形 我得以不了我 进入的 要好 小仙女 你回来啦 好 想死我了 这是 给你的 谢谢 你不会又要向我冲婚吧 我没有 你别误会 怎么的 怕再次被我拒绝啊 也没有 反正我都被你拒绝习惯 我想清楚了 可能是我太心急了 你都没准备好 我却一直在 给你压力 我知道 结婚是一个女人 要把她的全部 都托付给另外一个 与她并不相干的人 是件大事 应该要深思熟虑 我会一直等你的 知道你准备好 你可不能现在答应我啊 怎么能一束玫瑰花就能求婚呢 怎么着也得策划的 非常能重才行 忍住 你放心好了 我忍得住 我知道 铜枪铁壁鸟 铜 铜 等一下 干嘛呀 你不肖子 我肖子 你不肖子 我肖子 你不肖子 你不肖子 我答应康哲要带你来看她 哥们 我要去追逐我们的梦想 不能经常来看你 我就把你拜托给江岳了 真希望你能够醒过来 就可以亲眼看这个收服的女人了 阿姨 嘉欣 你们来了 这是我女朋友浙江岳 你好呀 还是嘉欣有眼光 般配 阿姨 康哲最近怎么样 自从你上次走了以后 医生说康哲现在有速醒的迹象 只不过呢 可能还需要时间 我们都相信她一定会醒过来 谢谢你这么长时间 一直都还惦记着她 阿姨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奇迹 我已经遇到我的奇迹了 我相信康哲也一定会遇到的 嗯 我会想你的 我也是 记得跟我视频 嗯 你照顾好自己啊 注意身体 有人 Oprah 走了 你 快走吧 我先回去吧 你上车 我看你走 好了 快走吧 来不及了 快上车 到了跟我说啊 我看你过来 二零二一互联网行业年度颁奖盛典即将开始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 是零克科技《Love Note》团队负责人 赵江岳小姐以及她的同事 请合影留念 赵小姐 这边 这边 赵小姐 那我们现在看到向我们走来的 是网红钱晶晶小姐 以及她的爱人张浩先生 来 先生 看这边 这边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 是财富投资负责人 许宁远先生 许先生 看这边 林克科技的董事长 金岳女士 以及顾佳琪先生 正在向我们款款走来 许宁 看这边 这边 这边 许宁 看这边 这边 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突然有点紧张 怎么会啊 这种小场面 我们赵总怎么会紧张呢 不是颁奖的事 那是什么事啊 好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你啊 让我们再次恭喜 丽凡科技 获得年度最佳营销创意奖 下面 我们要颁出今天最大的奖项 年度最佳 APP奖项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的颁奖嘉宾 财富投资人 许宁远先生 上台颁奖 首先非常感谢大会 您让我来颁奖这个奖 年度最佳APP奖大奖 得主是 《Love Knot》 恋恋情 《Love Knot》 还有广君精神的恋爱软件 将全体广假恋爱社交 转移到了线上 以真心实爱情的 维尼风路为核心 为年轻人架 起立一个结束单身 事后恋情的真爱平台 有请《Love Knot》 负责人赵江岳 为大家致获奖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林克科技的赵江岳 谢谢大家 给予《Love Knot》 这样的肯定 感谢林克科技的董事长 金燕女士 代言人钱晶晶小姐 以及一直以来 跟我一起奋战在 一线的同事们 没有你们 就没有今天的《Love Knot》 除此之外 我还想感谢一个人 因为这个人 让我学会了勇敢 我曾经是一个 与爱情绝缘的 爱无能幻者 是他改变了我 让我可以 毫无顾忌地去爱一个人 也终于 收获了一份 毫无保留的真心 他让我明白 我们学不会恋爱 只是因为 我们没有遇到真爱 今天这个奖 有一半属于他 顾佳鑫 我准备好了 你愿意娶我吗 现在这个世界 它是一半属于你 你知道仙人长的 另一无法与你吗 时间还要紧紧心到底 郭佳鑫 我准备好了 你愿意娶我吗 好 很多人误以为 心跳的感觉 就是心动的感觉 赵江月 我喜欢你 陆佳鑫 我准备好那句 你愿意娶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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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愿意娶我吧 我愿意娶我 你愿意娶我 我愿意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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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留在我心爱的人身边 为了你 我怎么都行 你可以哭一场 至少 我的肩膀可以给你扛 如果我能拥有一条无认知的隧道没有 顾佳心 我准备好了 你举手吧 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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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佳心 我准备好了 你举手吧 你举手吧 我爱你 你爱我 我爱你 我爱你 我花了很久的时间问自己 是不是真的想好了 这个答案对我心里越来越清晰 你爱你 今天我有一句话 想当去大家的面问她 顾佳心 你愿意娶我吗 答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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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非常非常喜欢 我没跟你说是因为我一直在克制 但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只想要跟你在一起 在遇到你之前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 有一个人可以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让我可以为了他 宁愿放弃全世界 都要陪在他身边 好好地守护他 你的一切 我想用一辈子来守护 我需要给你你的爱 爱是你 是你爱 你的什么能不能展开 好 谢谢 晚上一起吃个饭呀 好呀 那 我请客 您买单 行 请客 太甜了 我看得最变成真了 总之比我自己的朋友还好激动 那咱们的CP呢 走远坐下 你看 多好啊 走快 走吧 今天你坐后面 我坐后面 我坐后面怎么鞋 我桶子 你桶子 你桶子 嗯 你携ур 帅 看看 是我 是我 从哪儿东南 我考的呀 魔术 你以为我去关心工作啊 请问一个 走吧 给我没用 太危险了 不危险 你试试嘛 我很忍得 很好了 好啦 来咯 腿真长 还行 我 都别期待 不明昏的花风 小鱼 都游泪 回忆到我再一次 对你再明白 Baby I still want you to shine 也许在世界上 没有不会恋爱的女人 只有还没被点燃的心 无论什么年纪 什么心情 只要有爱的愿望 就会有爱的能力 幸福的秘密 没那么难懂 你今天准备好幸福了吗 对心聪明 给爱的失去恐惧 我们每天都在追求爱人 也在渴望被爱 但你有没有思考过 爱情的本质是什么 是因为对方的外貌品格在一起 还是因为地位名声选择了她呢 其实我一开始也容易回笑 直到我遇见嘉欣 结婚是一个女人 要把她的全部 都托付给另外一个 与她并不相干的人 我一直等你呢 欣赏一个人 是看见她发光的地方 但爱一个人 是接纳她本来的面目 她让我明白 我们学不会恋爱 只是因为 我们没有遇到真爱 珍惜她当下的模样 感同身受 待她永远如代际 我已经准备好 迎接合你的未来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奇迹 我已经遇到我的季节了 你会乐意让自己开心快乐 更想让她也开心快乐 操耳能难 我考的呀 爱情的本质是姿态平等 不争输赢 和她在一起是脱去面具 笑得开欢 宝贝们 如果你的爱人在身边 请抓紧她 因为拥有她 你就拥有了这个世界上 最可贵的幸运和爱 别忘了 真心才是通往爱情的唯一同路 我是赵江月 我终于学会了 什么是恋爱 我终于学会了 我终于学会了 你也不许可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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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真理 若天生麻木 难以入戏 别关顾这错 来考虑找我 Say you love me 你现实配套密集 我现在告诉你 Say you love me Say you love me now I will always love you Love is your love It's my love It's your love I need you give me your love Love is true It's your love 和心心动请你告诉我 Say you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Say you love me I will always say you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恋爱别那么超级定义 调离不是问题 何怕才是真理 若天生麻木 难以入戏 别关顾这错 来考虑找我 来考虑一下我 Say you love me 你现实配套密集 我现在告诉你 Say you love me Say you love me now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will always love you Love is your love It's my love It's your love And I need you give me your love Love is true It's your love 没有什么能复当真爱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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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